女人被姐姐故意推入水中 又再次带着人皮面具重生 当韶妖激动喊着 小姐终于醒了半下才发现 身处于堂叔家里 她的爹爹是大越国堂堂要后 虽然身为嫡女 却因算卦的人说命里待客 会连累生父 自幼便跟隋堂叔一家在乡下生 此时往日的继父现在脑海 就连到死半下都不敢相信 慈眉善母的继母会是阴险狠辣的 只因同父异母的姐姐 嫉妒她长了张倾国倾城的脸 继母就趁其不备 为她戴上人皮面具 还笑呵呵亲自涂药 谎称是对于皮肤有好处的特质药膏 另半下记忆最深刻的是 清代扯住头发 话语间满是诋毁 随着刺拉一声薄如禅意的人皮面具 被瞬间撕下 此刻她才后知后觉 一切都是一场阴谋 只听清代大笑出声 多亏了娘亲这张倾国倾城的脸财 不被外人所知 至于妹妹被认为是个刁钻刻薄的废物 也是她在外面传言的功劳 听闻此话的伴下泪眼汪汪 简直不敢相信姐姐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在外人眼里 他们是安详和睦的一家 就连她自己也这么认 没想到仅仅是出于极度继母 便帮着女儿谋害于她 就连三个哥哥也没能幸免 被养成了人尽皆知的金城废物 可她怀了未婚夫的孩子 为什么青梅竹马的一哥哥 也弃她于不顾 明明已经放弃所有拼命挽留 可换来的却是出言辱骂 还被一把甩开 只见清代一脸坏笑 实不相瞒那天晚上跟你苟且私混的人 不过就是个野男人 而心心念念的太子殿下 整晚都陪在她的身边 至于肚子里的野种 更是跟太子扯不上半点关系 提及此事就让清代怒骨中烧 随即将其踩在脚下 面露音笑喊着贼心不死的贱人 太子殿下爱的人是他 要成婚的人也是他 话音刚落就让下人往死里打 就算打断身上的每一根骨头 包括打掉肚子里的野种 也难解她的心头之恨 半下临死前都不愿意接受 一哥哥说爱她一生一世 到头来全是骗极的事实 若有来生她一定让招惹过她的人 十倍奉还 当受尽气辱的女主 再次睁眼发现已经重生 而看着小姐苏醒的饶药 顿时惊喜不已 可没缓过神的办下 有些疑惑还以为到了地府 饶药安慰怕不是稍糊涂了 好端端的怎么会在地府呢 小姐掉入水中昏睡几天几夜 总算扶大命大醒了过来 听闻此话 她这才发现重生到了 没进京城的日子 眼下正身处于乡下的唐叔家里 饶药看着清醒过来的小姐 询问是否要把落水的详情 告知唐叔 扮下倾笑出声 此事她自有决断 既然被姐姐诬陷 乘走不稳路的吃傻之人 那她就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回想起曾经的悲惨遭遇 她瞬间眼神冰冷如箭 既然有性重生 那就要心脏就脏一起算 当抬头看着眼前 绝对忠诚的饶药前世 为了救她被凌辱致死 扮下这辈子 下定决心要护她周全 想到此处 忍不住用手抚摸脸颊告知 若是当着唐叔的面对痣 可千万不要从中插话 不然只会引火上身 此话一出 勺药就明白了小姐的用 可担心人才刚醒 要是过多操劳 只怕身体会吃不消 而扮下已经等不及了好言 告知她身体没事 想来此刻谋害她的那对母女 正当着唐叔的面斑弄是非 她怎么能错过这种好戏 这边刚回到大越国的 京城岳北义 就收到侍卫咒风禀报 就在几日前去往乡下 准备接下小姐回京 不出意外的话 预计三日后便抵达京城 听着毕恭毕敬的禀告 岳北义只是应了一声 并没有过多说话 转头瞥见四层相识的大榕树不惊 回想起十年前 就是在这里遇见了她 那时岳北义还是个孩子 不慎落入土坑 正准备跳出去时 却突然遇到一个可爱的小丫头 张嘴嗲里嗲气 询问谁家的哥哥长得如此好看 怎么会在坑里还弄得灰头土脸呢 面对一堆问题 岳北义有些无语 可小丫头突然拖着颤颤巍巍的身体 趴在地上 想要拉她上去 堂堂当朝太子 却对十年前的意外偶遇念念不忘 只因可爱小丫头 想要奋不顾身从土坑救人 岳北义见状意外不宜吐槽 真是个蠢丫头 自己都害怕得发抖 还想着去救别人 况且她能用轻弓跳出去 也不需要别人救 但话还没说完 小丫头就身体失去重心摔了下来 情急之下 岳北义果断飞身抱着一起跳出土坑 嘴里还一直数落 谁家的蠢丫头竟会给人添麻烦 当看着对方沉默不语 她忍不住猜想 怎么不说话 难道是被吓傻了 不想缓过神后 小丫头无比兴奋 直言好厉害的哥哥 居然会飞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会飞的人 要是哥哥每天都在荣书下练功 那两个人能不能做朋友 小丫头一口气说完此话 她还补充表示 特别想知道哥哥的名字 面对如此呆能的夸赞方式 岳北义羞红了脸 告知她的名字 不过叽叽喳喳话说不完的样子 真的挺像的小鸟 话音刚落 小丫头就表示 她叫伴侠 以后每天都会找一个个玩 为了保险起见两个人 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便好不好 岳北义听后 不但定了她 才不要做这种幼稚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 直到侍卫一遍遍喊着主子 才把她从记忆中叫醒 回过神后 随即派人在暗中保护小姐回京 若是途中有半点意外 就提头来见 听闻此话的咒风 丝毫不敢怠慢 快速领命离去 岳北义想到 马上就能见到心心念念的人 嘴角都忍不住上扬 想来十年前的小笨蛋 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 曾经的一哥哥 但她这一次 势必要牢牢将其看在身边 绝不会再让小笨蛋 从身边走掉 大岳国皇子 才刚回京就想念鸭的 而涅槃重生的女主 正当众手撕毒腹 当唐叔听到不可思议的说法 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伴下表情委屈诉说 都是她的不好 之所以会落水 只怪自己不小心 作为继母的金氏 听到这个答案甚为满意 不想转眼 女儿也被牵扯其中 就很令人意外 伴下带着哭腔 祈求唐叔们 别责怪清代 相信姐姐 也不是故意推她下水的 听到这番话 唐叔一脸猛逼 昨日不是独自一人 在水边玩耍 失足落水 怎么又会跟清代扯上关系 金氏眼看 情况不妙极的 有些坐不住了 快速走到伴下身旁 笑着打去 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 说话使手还搭在肩膀上 看似关怀 被制实则暗中使劲 他小声警告 不要乱说话 难道不是你自己失足 才会跌入水中呢 殊不知眼前的伴下 已经误视人非 面对继母的威胁 根本丝毫不拒 而不等开口 唐叔就表示 要站出来做主 还让丫头别害怕 只要有他在 谁也不能欺负 伴下没想到 关键时刻也有人撑腰 感动至于眼含泪出倾诉 其实他是被清代 不小心推下去的 话音刚落屋内一阵嘈杂 众人都难以置信侯府小姐 会做出如此上不了台面的事 听着指指点点的声音 传入耳中 伴下心理暗响 前世跟清代在一起玩法 被推入水中 事后又将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 而他却因此成了众人口中 连路都走不稳的傻子 就连好不容易回到侯府 也被爹爹嫌弃 丢人对他十分冷淡 如今既然要上演一出好戏 那他就干脆奋陪到底 女人被继母 用药膏掩盖清成容貌 就连姐姐也巧言吝啬 毁坏他名声 伴下重生归来 第一件事 就是故作委屈 上演一出好戏 当众人都以为 先前说自己不小心落水 是在维护姐姐 他的目的就达成了 因为现在的风向 全都偏袒于他 还夸赞命都差点没了 却为姐姐开脱 没想到同位要后女儿人品 却有着天壤之别 今是听不得别人说 女儿的半点不是 冷着连警告犯可以乱吃 可话千万不能乱讲 你身为妹妹这般污蔑姐姐 到底是何用意 没想到话刚说完 伴下便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柔声卖惨 表态都是女儿不对 就算死了 也不敢说出真相 之所以告知 事情的来龙去脉 完全是不想欺骗 辛苦养育长大的唐叔一家 现在只要母亲能别怪罪 他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果然正如伴下所料 被他这么火上浇油 众人都纷纷把矛头对准 使则女儿都差点被人害死 也不让说出实话 虽说今世本就是小妾上位 可就算不适如己出 也不应如此恶毒 听闻此话 今世气得怒火丛生 想要给点教训 奈何人多口杂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与此同时 得知真相的唐叔母 心疼不已 连忙上前拉着手让赶紧起来 大嫂也知 伴下从一出生就没了母亲 又被算挂说命重待客 自从大哥 把她送到乡下寄养他们 可是当成亲生女儿对待 就连琴棋书画诗词歌赋 样样都教 可如今这般形势 难道是在质疑他们 教导如芳吗 今世被质疑的 没了刚才的嚣张气势 而此时 清代突然闻讯感 否认她退了妹妹下水 因为伍时正在屋里休息 从未踏出房门半步 当伴下听到如此狡辩 当即无情拆穿 既然姐姐没去过案发现场 怎么知道 她是在伍时落水 要后嫡女重生归来 就当堂指认凶仇 不料虚伪善变的姐姐 竟死不承认 伴下丝毫不慌 既然如此 那就请解释一下 为何会知道 她在伍时落入水中 反观清代面对质问 额头直冒冷汗狡辩 是从下人口中得知 暗暗心想 只要她死不承认 就没人能怎么样 伴下听到姐姐 依旧颠倒黑白 连忙委屈地 请求唐叔为她做主 与其双方各执一词 不如询问一下 可否还有其他证明 与此同时 站在门外已久的韶药 挺身而出 诉说小姐落水之时 她被清代的丫鬟痣 因为不放心 就悄悄让房里的小胡戴维 照看小姐 当小胡赶到 就看到清代推小姐落水的画面 由于怕惹事上身变 胆小躲在假山后面看着 事发之后 也是小胡在第一时间喊人 把小姐救上来 若是不幸 可以当堂对质 唐叔一听 立马炸了 那还不赶紧把小胡喊过来问话 岂能平白无故 让伴下遭此一解 清代见此情况 连忙出言阻止 要是果真有证人 那她岂不是残害妹妹的罪名 要被落实了 与此同时 今时也发现女儿有些不太对劲 没想到做事能蠢到如此地 她赶紧上前拉住胳膊装腔作态 让如实说来 念在年少无知的份上 相信唐叔们 不会对你过多尽敬 清代苗董母亲用意 当即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哭诉都怪她 不小心被地上的石头绊了一脚 她会意外 把妹妹推下水的 还请大家明察 无论如何 她都不敢做出 谋害妹妹的恶毒之事 听着不要脸的说辞 扮下内心无比厌恶 蓄意谋害三言两语 就被说成了意外 果然是一对巧言善变的恶毒母女 对于推脱责任一事 演绎的淋漓尽致 当蓄意谋害 被说成了意外 侯府敌女只觉得晦气 而颠倒黑白的母女 依旧恬不知耻 演起了戏 只见今世有一位女儿开脱 既然推妹妹落水 纯属意外 为何当时不说出事实 清代当即扯住衣服 失声痛哭 狡辩事发突然 实在被害怕冲昏头脑 所以才吓得不敢说 半下见状都被气笑了 既然要演戏 那她就奉陪到底 转身便走上前 拉住姐姐的手 安慰别哭了 地上凉先起来吧 看着一头问号的母女 她故作大度 祈求堂叔别过多责罚 想必姐姐也不是故意要害她 此话一出堂叔 被惊得瞬间一愣 没想到从小善良仁义的孩子 在面对这件事上 也能如此宽厚 随即轻叹一口气表示罢了 既然话说至此 终究家丑不可外扬 想来刚从棍迷中苏醒 不宜过度伤神 还是早些回去休息为好 半下叩谢堂叔做主 而后转身离开 在回去的路上 韶妖不明白 为何要替恶毒的母女求情 明明差点害了小姐的一条命 难道就这样轻易算了 怎么会算了 半下面陆笑意让韶妖 尽管放心 一切才是刚刚开始 她以后要让那对母女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伴猪吃老虎 夜晚半下坐在梳妆桌前 明知继母此次前来 就是要接她回京 转头询问 离开的行装可都收拾土了 韶妖笑着告知 都收拾好了 小姐请放心 明天一早就能起身回京城了 看着丫鬟走后 半下对着梳妆镜子 有些愣神 想来这张脸 是继母用特制药膏打造的人皮面具 她倒是有些好奇 下面会藏着一张 多么倾国倾城的容貌 女人原本是京城第一美女 却被继母伪装成了丑八怪 只见半下坐在镜子前 一直用手抚摸她的脸 韶妖疑惑想来 清代被称为京城第一美人 已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小姐突然是出反常 该不会因为落水一事 对此耿耿于怀 于是好心出言安慰 不管长成什么样 在她心里 小姐都是最美的 半下鸣嘴一笑 前世被继母伪装成了丑八怪 这一世 定要亲手揭穿继母的虚伪假面 不想她摸索许久 终于找到了破绽 随着刺拉一声 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 被顺势撕下 刚才还疑惑不解的勺药 被彻底惊呆 看着小姐的绝美容颜 一时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半下摘了人皮面具后 只觉得整张脸都通透了许多 看着镜子里一双明眸 再加上精致的五官 就连她自己都看着有些愣神 回忆中虚伪继母 居然还欺骗说是 美颜霜越用越好看 现在想来 之所以千方百计 用药膏把她的脸尾装成丑八怪 一切都是害怕 她女儿被抢了 京城第一美女的称号吧 而得知事情真相的韶药 瞬间恼羞成怒 没想到夫人 竟然手段如此卑鄙 害了小姐这么多年 说着就拿起桌子上的药膏 想找个地方 把东西毁了 可半下却不肯还及时出手阻止 若是轻易就把药膏扔掉 那还怎么揭发继母 随即告知 药膏会继续涂抹 只要将此事保密就行 天一辆半下 就坐上了回京的马车 看着送行的唐叔母 虽然百般不舍可终究 还要分别 不知过了多久 马车终于抵达繁华无比的 大越国京城 他看着街上车水满龙 人来人往内心 却无比感慨 记得前世刚回侯府继母 就对下人百般讨论 当时他天真以为 是为了立威故意如此 所以才表现得趾高气昂 没想最后才发现 一切都是继母的阴谋 故意让他被下人厌恶 从而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与此同时 马车突然受到惊吓 无受控制 坐在车内的勺药 害怕得失声痛哭 而半下却无比淡定 因为前世在同样的时间地点下 他们被突然出现的小将军 救了一命 若是猜想的没错 今世也应该如此 果然危难之时 一个身穿白衣的男人 纵身一跃 帅气地出现了 敌女重生归来 在回府途中 竟险遭意外 可情况紧急 他却丝毫不慌 因为早已料到 会有人挺身而出 只见受惊的马车 被一袭白衣男子帅气制服 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众人 都忍不住纷纷称赞 半下抬头轻笑发现 吹鹏果然对小将军很受用 随即面色平淡 走上前表示感谢 男人一个飞身迅速下马 自曝家门名叫君寒 身为将军 也是郑国大将军的孙子 他自幼身处军营 向来放荡不羁 而看着女人 丝毫没有受到惊吓的脸 反而觉得有些故意做 与其打去说 姑娘这般镇定 就好像坐在马车上的人不是你 殊不知 半下早就发觉 前世遭过的结晶事 一个都躲不过去 如今知道剧情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还有什么好意外的 面对调侃 他只是公身行礼 表示大恩大德来日必报 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路过被马车冲撞的街边摊主 还不忘送上温暖 作为补偿 受到恩惠的众人 瞬间感激涕零 先前被一些蛮横官兵冲撞 向来都没输过赔钱 相比之下 忍不住夸赞侯府小姐 还真是面词心善 而半下听着众人称赞 并没有过多停留 在他心里 也只是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 勺药这会儿 才反应过来 忍不住关心小姐非有受伤 半下语气温柔告之无妨 想来此处离家不会太远 既然刚受过惊吓 不如就走着 回去再何时不过 看着渐渐离开的身影 小将军没忍住了 笑出声 本以为女人 是仗着侯府嫡女身份 故意做的 眼下看来 步调平稳语气平和过程中 还不忘安抚街边摊主 倒像是真的有恃无恐 君寒一双好看的眼眸露出笑语 刹时间居然觉得 女人有点意思 不愧是太子吩咐 他要保护的人 桀骜不驯的小将军 本是太子临危受命 可当遇上有恃无恐的 侯府嫡女 竟然会觉得有点意思 就在刚刚遭遇意外的 伴下平安脱险 而计划落空的恶毒母女 却不淡定了 清代怒不可恶叫嚣 明明想在回府途中 让她命丧于此 可偏偏小见人福大命大 就没死成 今世连忙安慰女儿 扬言命大又如何 就算运气多好 也终究逃不出她的五指山 单凭那几个废物哥哥 就是明白着的例子 回府后 今世又演起了 虚伪继母的假菩萨面 逢人就说 嫡女鬼府 让不长眼的下人 很生刺激 转头便急忙拉着伴下 去拜剑府中长辈 还说许久不见 甚是想念 可别让人等着急了 刚进门清代 就表现格外热情 搂着高堂之上的祖母 疯狂撒娇 反观伴下笑不语 看着他们眉开眼笑的样子 瞬间显得格格不入 早就听闻 老夫人对她 今成第一美女的孙女 甚是恩宠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老夫人面对撒娇 连忙关心 询问孙女周车劳顿 想必路上受了不舍累 话音刚落经时 就在旁边卖力微笑喊着 娘亲无必太过恩宠孙女 虽然反经之路有些颠簸 可毕竟是接她的妹妹回家 怎么敢说累呢 听到此话 伴下都快恶心吐了 想来要颠覆继母 在家里的地位 首先要得到两个 掌权人的欢心 前世被设计陷害 与父亲祖母心生嫌弃 这一世 她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眼下刚回到府中 跟祖母毫不亲近 若是用清代的套路讨欢心 只怕会物极必反 想必老人难免多愁善感 若是打起感情牌 可能是个不错的妙计 她当即缓缓上前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带着哭腔自责表示 孙女伴下回来晚了 多年不能在您二老身边伺候 于情于理都应该磕头谢罪 多年寄养在乡下的侯府嫡女 为了讨得家里掌权人欢心 直接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表是 女儿不孝理应磕头谢罪 当高堂之上的两人 看到如此大礼 瞬间诧异失神 祖母想着 孙女竟会因为没有贴身伺候 而如此愧疚 顿时心里被感动的 连忙上前搀扶嘴里 还喊着 乖孙女这是何苦 想必多年未见 也是委屈了你 身旁要猴眼见女儿 泪眼汪汪 也被感心疼 一边搀扶 没想到小剑人 居然故意装出一副可怜样子 才刚回府中 就能讨得祖母和爹爹的恩宠 妖侯一直不住好奇心 追问女儿这么多年 被寄养在乡下 可有半分怨恨爹爹 此话一出 伴下回忆前是同样的问题 她因心生埋怨并没有回答 反而惹得妇女感情嫌弃 渐渐疏怨 这一世 她绝不会再像之前那么少 就算为了颠覆今世 在家里的地位 也应该做事远回 只见伴下连忙摇头 告知爹爹是唯一的她 永远都不会怨恨 况且 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为了她好 怎么能不明白爹爹的一番苦心 果然话音刚落 就讨得了府中 两位掌权人的欢心 纷纷忍不住夸赞孩子 也真是善解人意 妖侯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想必女儿周车劳顿 一定饿坏了 咱们这就前去用善 祖母闻言跟着随声附和 今日是孙女为府 第一天理应坐上主位 不用有什么拘束 尽管陪着吃得尽兴就好 伴侠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得如此顺利 连忙笑着点头 一切全听祖母安排 而继母见状 心生极度 原以为小剑人是个笨丫头 今日一见 没想到还有点心计在身 既然如此 她暗自下定决心 要步步设套 就不相信能一直钻不进去 这边妖侯开启了宠闺女模式 她慈眉善目表示 从堂叔寄回来的信中 得知女儿爱吃什么 所以今天特意吩咐下人 做的全都是你爱吃的菜 伴侠看着父爱如山的美食 瞬间有些受宠落惊 可为了不辜负爹爹一番好意 只能埋头疯狂干粉 嫡女回府当日 略施小记就荣获恩宠 不光打消了爹爹的疑虑 还做上了吃饭的主位 怎料 清代眼见两人眉开眼笑的 表情七的筷子都能咬碎 明明小剑人之前的位子 是属于她的 可才刚回来 一切都变了 今世这顿饭吃的 也是憋了一肚子气 故意挑拨梁江身子 若不能来 也就算了 可金墨和苍树去哪儿了 都大赏五也不知道回来吃饭 清代苗董母亲用意 赶忙接话说 大哥三哥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明知妹妹今天回来 还有心思出去玩 难不成是不拿伴侠当妹妹吗 这话说的阴阳怪气伴侠 怎会不知 恶毒母女是在故意挑拨离间 金墨梁江和苍树 都是她一母同胞的三个哥哥 而长姐清代和小弟玄身 则是继母所生 前世三位哥哥 被金氏的甲子母面蒙蔽 从而对她十分信任 殊不知 一切都是为了让儿子继承爵位 故意养肺捧杀他们 不知情的药侯 听闻此话 直接气得拍筷子叫嚣 三个臭小子 真是被她宠坏了 半下眼看 爹爹被继母挑拨得如此动怒 连忙笑着宽慰 不必生气 想来哥哥正值年轻气盛多 在外面走走 也是好事 随即友谊表示 给哥哥和玄身弟弟都带了礼物 等人回来他就去一一拜见 果然被半下有意提起的玄身 吸引了药后注意 话说这家伙去哪了 嫡姐回来 难道不应该前来拜见一下呢 今世自作自受 被问得心头一惊 借口说 孩子应该在学堂企图搪塞过去 怎料药后脑袋一甩狠是不满 平日里也不用工读书 今日倒还挺勤快 半下故作表态 想必弟弟课业繁忙他改日 照着医术 亲手为他熬制点药膳 补补身体 药后文言有些惊讶 没想到女儿还懂医术 半下心想和继母勾心斗角 都是小事 眼下能让爹爹刮目相看 才是最重要的 随即谦虚回答 当初祖爷爷用药入神 救了宫里万条性命 家里才得以承受 圣恩寿风世袭的侯爵之位 而他身为药家女儿 怎敢忘本 女人自幼严习一树 排拜深山道者为师 明知用药材取名 是为了不让忘本 他怎能不知爹爹一番苦心 当药侯听到此话 不禁大笑出声 自从药家席绝后 到了他这一辈 医术并不死从前 没想到 女儿还能不忘本性严习一树 真是给家里光宗药族啊 清代十分不爽 咬着后槽牙吐槽 只是会点医术而已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怎料药侯啪的一声 把茶杯摔在桌子上 就数落不知道感恩的东西 要不是用祖辈高超医术 换来的爵位 你怎么能享受 今天的荣华富贵 面对爹爹突然发怒 清代脸上露出一丝诧异 就连手里吃饭的筷子 都滑落在地 今世表面劝解清代还小 不懂的事情 以后可以慢慢叫 老爷何必如此动怒 实则暗想 小贱人怎么说起话来 头头是道 才刚回府 就搅得连一顿饭都是不好 药侯迟一片刻 盯着半夏甚是喜欢 直言清代当姐姐的 怎么还不如妹妹懂事 想来都是你这个 当娘亲惯的 今世文言一愣 虽然内心很是不爽 可表面却强颜欢笑 明知道他非常喜欢孩子 他实在不忍心疼嘛 眼见安抚好老爷情绪后 他有意无意提起 想等吃完饭 送女儿一份大礼 毕竟出来乍到他 作为母亲 比应有所表示 伴下听后 笑着表示感谢 虽然一猜继母就没安好心 可他却丝毫不拒 反正前世遭过的捷径事 一个也躲不掉 只要见招拆招 他就不信 还能中了继母的暗算 乐独继母表面送上大礼 实则是个烫手山芋 而嫡女出来乍到 明知诡计多端 却想见招拆招 这边一群下人 正在着急忙慌 收拾清代的行李 只因天黑之前 要让刚回侯府的五小姐 搬进去住 不知情的下人 没好气吐槽 凭什么一个乡下丫头刚回来 就得让在小玉楼住的 好好的清代搬出去 虽说身为姐姐 不想跟妹妹过多计较 可这也太欺负人了 与此同时 今世露出一脸慈母笑表态 伴下从小住在乡下 这次接回侯府 理应把最好的院子留给他住 伴下看着眼前的住所 乃是今世的妹妹金贵妃所赐 而里面的布局 都是刻意按照 外甥与清代的喜好所见 前世纪母 假装好意 让她搬进去住 结果害得众人 误以为她霸道任性 抢其所好 而且因此 还跟金贵妃结上了仇 想到此处 伴下大声呵斥 让正在打扫房间的下人 通通住手 转头对着爹爹 公身行礼 希望能收回成命 清代气急败坏 指着鼻子 高喊妹妹此话何意 她身为姐姐 已经把最好的东西 都让了出来 怎么还不满 莫非是嫌弃她住过的房子 不干净 才当众令人如此难堪 毕竟才刚回府 就抢了姐姐的住处 要是传到了金贵妃的耳中 又当如何 要后听闻此话 觉得甚是有理 既然如此 清代还是原封不动 你就搬去往幽院住吧 交代妥当之后 要后冷脸盯着金氏开口指责 身为妇人管理府中 一切事物 怎会不知其中微妙 而伴下看着继母 被爹爹质问的惊恶失色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她倒要看看 这对虚伪恶毒的母女 还能使出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嫡女重生归来 手撕恶毒假面继母 看似伴猪吃老虎 实则演绎后宅宫心境 当要后置疑夫人管理不周 伴下笑着为她开脱 说是一片好心 理应多谢继母 今是强颜欢笑 让女儿不必客气 没想到小贱人 竟跟她娘亲一样 令人讨厌 而伴下看着继母 吃了一肚子哑巴亏感叹 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这边饱受堂内老夫人 正在烧香礼佛 听闻小丫头 把小御楼退回去了 可是真的 王嬷嬷连忙笑着回答都是真的 没想到刚回府的伍小姐 还真是厉害 想必以后在府里 谁也不敢随意欺负 以她的聪明才智 说不定还能扳倒今世 而老夫人表态 告知话别说太早 如今今世的娘家 正得圣宠小丫头 要是得罪了她 以后怕是要受尽苦头 想到此处 老夫人余光瞥了一眼香竹 既然如此 从今天起 你就去保护小丫头 而且还要用性命担保 绝不容出半点插错 香竹当即抱拳跪地 还请老夫人放心 她自幼被收养长大 现在也到了该报恩的时候 就算是赴汤蹈火 也会保护五小姐周全 老夫人听后甚是欣慰 但愿小丫头 能帮她扭转局势 完成大计 只希望别像小丫头的娘亲一样 走上被惊世残害的老路 这边的忘忧院 伴下坐在床上想来 总算避开了前世的一些陷阱 眼下静观其变之余 也不能有丝毫松懈 与此同时 香竹敲门而入 告知是受了老夫人的命令 前来伺候五小姐 伴下听着声音 只觉得有些熟悉 抬头看去原来是 饱受堂的舞弊 她瞬间有些惊喜 眼神里满是意外 香竹看着小姐有些愣神 还以为是她哪里做得不对 当即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不再多说话 伴下缓过神后 连忙上前搀扶 在她面前 不用过多拘束 更不必自称奴婢下跪 因为前世的香竹 为了舍命救她 无幸被金氏活活烧死 如此忠诚之人 在这一世里 她怎么舍得再让受一点委屈 与此同时 伴下的贴身丫鬟匆匆赶来 焦急告知三少爷 在神女的赌博 惹下麻烦被人扣留 而且老爷为此勃然大怒 正打算出门前去熟人 伴下听后 觉得事发突然连忙喊着香竹 一同前去查看 没走几步 就听到药侯大骂畜生 招惹谁不好非 要去招惹京城有名的小霸王 就算梅子初愿意网开一面 可这个败家东西 竟然一下子输了三百万两银子 还有脸让他带着钱去熟人 金氏文言 心里忍不住沾沾自喜 没想到安插在废物儿子身边的人 整日里挑唆他吃喝嫖赌 终于闯下了大火 尽管打心里高兴 可面子功夫还是要做 金氏转头又一改脸色 安慰老爷先消消气 就算苍树再不争气 也是您的儿子 总不能坐视不理 要是苍树真有个三长两短 那他这个当娘的也不活了 随即赶来的伴下 看到金氏虚假一面都觉得恶心 转头对着脸色铁青的爹爹 开口表示想一同前去 怎料药侯心情极差 没点好脸色熟 一个女孩子家 怎么可以随意掺和此事 伴下面对爹爹冷言相对 却丝毫不愿 还一本正经表示 作为女儿虽然什么都不懂 但明知血浓于水 怎可治之身外 更何况眼下三哥惹火上身 他作为妹妹怎么能不管不 倒霉三哥遭人算计 欠下巨额赌债 重生嫡女丝毫不惧 还想拿钱熟人 当药侯听闻女儿此话悖感欣慰 若是混蛋东西 能有你一半懂事 他也不必如此操心 金氏健壮 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既然小贱人非要前去送死 那他一夜做掉两个祸害 倒也省力 殊不知 伴下早已做好准备 暗想金氏 可要睁大狗眼看好了 今夜就是阴谋破产的开始 三哥前去赌博的神女阁 是由天机楼主一手创办 更是大越国达官权贵 热衷前往的肖金夫之一 而天机楼 作为华夏大陆最神秘的组织 常年游走在商界关道 和江湖黑道之间 传闻情报网络 可谓能遍布九国 而七个国家的国库 加起来都比不上他们一年的收入 赌场内 京城出了名的小霸王梅子初 正在给仓术示威 要么拿三百万两银子摆平此事 要么就给断断 趁他还没动怒之前 劝解一定要好好想清楚 而作为侯府三公子的仓术 自幼被金氏故意养肺捧杀 说话不带脑子质疑 肯定是朱老千 不然怎么能一直输 不想话音刚落梅子初 就被彻底惹怒 一把薅住头发 嘶吼敢说老子朱老千 现在就抽死你个不长眼的东西 这一幕都被阁楼上的 两人尽收眼底 君寒对着身旁的人说 要仓术身为侯府三少女 不光欠下巨额赌债 还得罪了梅小俊姨 虽然为帮卖身脏腹的女子熟身 才上了赌桌 可终究是个有勇无谋之人 此话一出 男人手中的折扇瞬间合上 感叹年轻士族 却沉迷赌博 看来大越国的前景堪忧 君寒在旁边下的大气都不敢喘 原本殿下只是出来随意视察 可眼下遇见此事 恐怕回去就要给全国的士族子弟 加以数倍学士课验 霸气敌女赌场熟人 却被傻三哥盯上 还要拿他为妾 这边男人手拿折扇 补出洗牌的小丝趁机出老千 随即掏出腰牌 让君寒拿着打个圆场 相信子初看到此物 断不敢再继续发难 而看着手里的贴身腰牌 君寒有些意外 没想到殿下竟会为了要仓术 出手帮助 想必也是怕他心心念念的小丫头 会为了不争气的三哥伤心吧 与此同时 遭遇毒打的仓术 幸亏办下及时出言阻止 才免遭皮肉之苦 梅子初抬头看去 乐与相向调侃 什么时候 要嫁的三儿子欠债 需要让一个女儿前来还债 听闻此话的半下 眼都不抬一下 直接掠股 冷言告知 他都比脸还干净 梅子初冷哼一声 原来只是一个穷鬼而已 还有脸跑到赌场装阔气 如此目中无人 该不会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半下面对示威 脸色依旧云淡风轻 人尽皆知您是京城有名的小霸王 可哪条律法规定 穷鬼不能开口说话 难不成怕出老千被人知道 还不让人大口喘气 梅子初瞬间怒不可遏 叫肖说这么多废话 他看此人就是想挨他 要吼赶忙为女儿开脱 解释刚从乡下回来 难免有些不懂事 还请小俊爷见怪莫怪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半下见状 只好躬身行礼 让小俊爷消消气 都说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您总不该仗着有点势力 就要随意欺负人吧 此时脑子缺根筋的仓术 眼见有人为他开脱 瞬间露出智慧的眼神表态 姑娘若是能揭穿性媒的恶行 他就当重纳女为妾 半下看着三哥的无脑发言 顿时一阵无语 想不通 今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能把人养成这般废物 而阁楼之上的男人吃起醋来 明知此人是小丫头的三哥 仍旧气得咔嚓一声 把手里的折扇 打断成两截 为了就吃喝嫖毒 闯下大祸的三哥嫡妮 自愿跟着爹爹前去赌方熟人 不料他却表露智慧的眼神 想要那妹子为妾 此话一出气的青梅竹马 强忍不满 掰断折扇 就连药猴都怒骂混账东西 她是你的妹妹 那个奶门子妾 仓术人都猛啊 面对突然出现的妹妹 有些意外 虽然两人长得不像 不过单论脾气这方面 她当歌的就喜欢 药猴听完气得两眼 直冒火星子 好在妹妹长得不像 你这个兔崽子 不然她都得想不开 直接抹脖子 梅子初被吵得心烦 拍桌子叫嚣一家人 磨磨唧唧想干什么 一看就是不知死活的女人 话里话外都在指责 她出老千 既然胆敢出口污蔑 就一定会让为此付出代价 哪怕是药猴的女儿 她都不放在眼里 话音刚落药猴连连表示歉意 还请小俊爷息怒 咱们有话好好说 可看出端倪的半下不依不饶 如果你是证人君子 敢不敢让她检查闪子 并且允许搜发牌喜丝的事 要是检查不出半点问题 她心甘情愿任凭处置 梅子初笑里藏刀胆肥的 都敢查她的人 那本小爷 今日就要看看 一个小丫头能翻出什么大风浪 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 若是查不到半点问题 她不光要了废物哥哥的双腿 还挖掉你的双眼 怎料 半下胆量过人 面对如此施压 仍然面色从容表示一言为定 而在阁楼目睹 整个过程的粤北翼 已经开始活动筋骨 明知道子初被辜负喘得无法无天 又理亏在先 她这个当表哥的 绝对要阻止事态严重 更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心目中的白月光 这边梅子初气场全开 吩咐吓人允许丫头去搜 也好让她死得明白 可下人明知道初老千 已经心虚的额头冒汗 试图阻止小俊爷 何必被人牵着鼻子走 反而他们又没有证据 干脆直接随意 处置了省事 小俊爷笑里藏刀 嘲笑丫头不知死活 殊不知被下人摆了一道 还不自知 当梅子初允许搜身 下人已经慌不择言 既然对方没有证据 何必被人牵着鼻子走 听闻此话 她框吃一脚教训 让你去就去奶来一堆废法 吓人狼狈地从地上爬起 转头指向一个女子 也敢搜男人身体 就不怕传出去 坏了名声 日后没人敢娶 半下笑眯眯 又没说要亲自动手 这里人多得 总会有人愿意带牢 只是你这下人如此推脱 莫不是心中有鬼 不敢被人搜身 面对多多不休下人 只好张开手臂 想来独草 都是小俊爷的人 就算搜出什么东西 也不敢明着面直说 倒是丫头的一对眼珠子 这种情形急得从凳子上 一跃而起 明明交代君寒 赶紧跑下去救场 怎么半天都见不到人意 就在此时 她已经感受到了 太子殿下杀意 吓得赶紧出面大喊且慢 为了公平起见 她站出来搜身才能扶众 梅子出文声看去 原来是君寒 激动至于勾肩搭背 你小子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 就突然出现 当然是知道 你赢钱开心 不想扫了雅兴 客套过后 盯着女人询问五小姐 你可愿意信任 半下想来 小将军救过他的性命 没人能比此人更值得相信 当众表态 愿意让他站出来主持公道 君寒倾壳出声 就凭你这句话 他一定会给你想看到的公平 不知情的下人 还以为单凭小郡也跟此文关系 一定不会当众打了梅家的脸 故意在搜身时 凑近耳边 小声提醒全仰 让小将军抬决 不想君寒听闻此话 抬高声调速说 你家主子的脸面 向来都是自己争取 还轮不到别人赏脸 话音刚落 一把扯住胳膊 玩来玩去 不过就是藏个傻子 换个牌子 梅子书捡起掉落的傻子 刚拿到手里就发现 其中深藏水银 果然是出老千的好手段 不知死活的下人 胆敢背着主子出老千 这可把知道事情 真相的小郡也气坏了 当仓术被打得死去 活来到头 才发现遭人暗算 出口恶气之余 嘲笑梅子书这个小王八蛋 可真不害臊 如今人赃并货 看你还要如何狡辩 办下直言 小郡也手下不但偷牌 还一甲乱针 早在进门就猜想 桌子上的骰子没有问题 肯定被人掉了包 而先前只有一个发牌的下人 才有机会接触 眼下事实真相 已经显然易见 可否放了三个 梅子书都快被气炸了 怒吼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人瞬间跪倒在地小的 全都是为了讨得主子开心 他会想出上不了台面的馊主意 只要能留一条小命 在身边伺候他 愿意接受任何成统 梅子书正有此意 老子今天非得打死你个雕奴 可还没动手 就被君寒出手阻止 小声提醒太子殿下 就在阁楼 难道还想当着他的面 闹出人命不可 这话说的 梅子出一秒便乖 完了今天又是赌钱 又是绑人 太子表哥 估计会把他的脑袋扭下来 当成球踢 转眼眶眶对着下人 脑袋垂了几拳 就表示 回去再好好收拾不长眼的刁奴 眼下都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给人松绑 妖猴觉得虚惊一场 只想稀释宁人 既然跟小俊也发生了误会 那这件事情就此作罢 仓树闻声扯着脖子叫喊 凭什么白白挨了一顿毒 就轻易算了 明明是对方出老千再先 又把脏水泼到他的身上 若是随便既往不救 难免也太气人了 半下对不长脑子的三哥 很是福气 没忍住让他把嘴闭上 赶紧回家 仓树说不出 为什么虽然被兄弟 一点都不害怕 可就是想听妹妹的话 月北一站在阁楼上 看着正要离开的身影 不禁感叹 那股聪明劲 还是像小时候 地点没病 只是为何天真灿烂的你 有些不爱笑了 浑身都透出 一股置之死地而厚生的气息 不禁令人感觉颇为冰冷 当青梅竹马的白月光 再次出现身为太子的男人 却不敢站出来相认 正要从赌方离开的半下 猛然转头 总觉得身后有人在盯着他 月北一见状 瞬间起身闪躲 毕竟赌方 可不是值得相认的好地方 况且过几日 就是小笨蛋的成人之旅 自然应该在那时登门拜访 与此同时 手下躬身行礼 告知主子必须马上回宫 皇后娘娘正在商议您的选妃之时 月北一不舍目送小笨蛋离开 相信两人很快就能再次见面 到时候 一定会说尽十年间所受的相思之苦 次日都快中午了 少要不放心询问小姐 怎么还没睡醒 不会出了什么事的 乡主想来 昨夜没少为三哥跑去赌方闹心 就让他再多睡会 也没什么大碍 这边办下做梦之时 岁月绵长梦也长 他满脑子幻想心心念念的一哥哥 会突然蒙上双眼 藏在身后给人惊喜 如果要是一把抱起来个公主抱 就更好 他一定会感动得眼含泪光 询问一哥哥在墨北酒精沙场 好不容易归来 可有受伤 若是两人嘘寒问暖之于一哥哥 趁着不注意 就将人扑倒压在身下 窃窃思语 不会再离开心爱的下想 但他一定会被激动的小鹿乱撞 把十年的相思之苦抛之脑后 若果一哥哥凑近身体贴脸 询问你可愿嫁我为妻 而且一生一世都要在一起 不离不弃 他肯定会强压内心喜悦 毫不犹豫答应婚事 不求同甘共苦 只求生死相依 可在梦里正幻想 俩人爱得拥吻 却猛然发现眼前的一哥哥 突然变了脸色 凶狠狠诅咒 他应该连同腹中胎儿 双双走下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才是甜言蜜语的真实目的 女人突然被噩梦惊醒 明明是令人脸红心跳的场景 可惺惺念念的一哥哥 却突然变了脸 勺妖闻声赶来 想必小姐定是又做了怪物 最近宁睡觉总是常说梦话 而且还经常念叨喊着一哥哥 伴下满脸咬牙切齿 提起此人难免有一种特别情绪 还让丫鬟别再说些不该说的话 勺妖也不敢继续多嘴 话说小姐马上就要到成年里了 将来也注定要嫁夫从促呢 伴下愣了三秒钟 前世皇帝 就是在他的成年里上次婚 给了月本义 既然决定不再和此人扯上关系 必须要想尽办法避开自己 少要看着愣神的小姐 不禁催促 要早些洗漱完毕 也好出面去挑选成年里上要穿的礼服 可乡竹突然来报 仓术少爷在前厅被老爷训斥气的 还要请家伐 这会儿 金夫人和清代百般阻挠 想必几人已经闹起来了 伴下没想到 恶毒母女又会这么快露出假子抹面 眼下当然要去看看 可别错过了一出好戏 当赶到前厅要喉 恨铁不成钢 语气不善说 谁也别出面求情 就该让这个逆子受点责罚 老夫人也觉得该罚财不到二十 就敢偷着跑去赌方输掉百万两名字 若是以后捅出个天大的篓子 该不会也要整个要侯府跟着陪葬 原本气势冲冲 准备家法伺候的要后 却不料心爱母女会站出来 党身相护 还说仓术肯定知错了 若是老爷一定要责罚那当娘的 恐怕第一个难辞其咎 要后看着被惯坏的逆子 反倒更怯了 自古慈母多半说的就是你身为夫人 却整日溺爱 才会导致她有恃无恐 被捧杀的苍树 还沉溺在母爱泛滥之下 沾沾自喜 反正横树都要挨打她 就是不准爹爹吼明清 好一个母慈子孝的感人画面 分不清是敌室友的三哥 真是个棒者 若是她现在不下狠心做出决定 就永远不能让被恶毒母女蒙蔽的人 看得真心 苍树对刚回府的妹子很感兴趣 目光打亮一番 难道就忍心看着三哥被跌跌训命 还不赶紧站出来为他求情 不想办下冷言冷语责怪做错了事 就应该受到惩罚 而不是祈求旁人帮忙开拓 此话一出 苍树目光因冷好一个敢做敢当 果然最独恶人心 才刚回来就想谋害清歌 殊不知 伴下心里有口说不出 只希望来日方长 能明白他的一片苦心 今世看着时机成熟 又扑通跪地痛哭流涕 苍树虽然犯错该罚 但可怜孩子 自幼没了娘亲 也只有他这个当继母的能多多照顾 还请老爷看在他的面上 就罚儿子跪一个月祠堂好 实则心里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 只要继续将一个个爱事的人 肯杀养肺 就不愁往后会倒了他的大忌 果然女人一哭二闹三上掉药后 就有些于心不忍 不如就依夫人所说罚 跪一个月的祠堂 也还说得过去 老夫人看着完全被蒙蔽的人 也是又急又无奈 不禁叹气 侯爷真是太糊涂 伴下明知事实真相 不能再继续做事不理 及时出言劝戒 若是教导孩子 全都过分宠命 那长期放纵 只会促使在外面随便犯个什么错 都要找到家里人 给他擦屁股 而一错再错 又不知悔改 终有一天要获及全家 话音刚落 仓术怒不可恶叫萧从乡下接回来的妹妹 到底安得什么心 难道非把亲哥逼着 被爹爹暴揍一顿 才善罢甘休 母慈子孝的场面一度混乱 不掌心的三哥被养成狼心狗肺 扮下一出场就 请求爹爹论罪处罚 千万不要继续放纵三哥胡作非人 而仓术好坏 不分指责妹妹回府 恐怕别有用心 不想气得要猴 一脚喘飞怒骂 不知好歹的东西 转身丝毫不顾儿子疼的嗷嗷叫意 是要让人拖出去 狠狠地打 仓术只当爹爹发了疯 赶紧装可怜 祈求母亲替他求情 而金氏话还没从口出 就不要后瞪了眼 今日若是谁在为逆子求情 索性就跟着一起挨的 金氏文言有些愁愁 既然母慈子孝的戏 也演了他发布的 没长脑子的废物 自求多福 随着声声哀叫 传来他小人得志 又把矛头指向办下 怎么说 都是亲兄妹不帮着 说好话也就算了 怎么还当着老爷的面 挑唆让他打人呢 办下不屑一笑继母的小把戏 早就被看破不说破 不就是装个委屈他 难道还能不会 迅速一改脸色 哭唧唧唾说 本意只想让三哥知错就改 不然昨夜何必跑到 底方冒险相救 这话把金氏枪的哑口无言 老夫人拍而起 要不是孙女有勇有谋 恐怕侯府的名声 早就被逆子毁于一旦 要后看着一项 慈眉善目的老夫人 突然动怒 心里愧疚都怪他教导 无方实在不该害的大家 跟着一同受气 与此同时 梅太夫带着儿子不请自来 刚走进房门就夸赞要后 真是好福气 能交出这么一个好女 扮下眼见不速之客 总有种不服的预感 只因此人身份不简单 而且还是岳北义的启蒙老师 可谓官大一级 压死人要后连连公身行礼 想来定是为了昨夜 在赌方发生的事情 不肯善罢甘休 而金氏一心之想 攀龙富贵 小生提醒女儿 此人乃是太子殿下的老师 若是运用得当 说不定可以助你一帝之力 清代眼见有这种好事 自然不能轻易放过 只见梅太夫面色愁容 推着儿子上前道歉 说来都怪犬子一事 鲁莽差点酿成大错 后大事一惊 只觉得今日真是邪了门了 没想到当朝的大红人 居然肯如此放逼自己 一时手足无措 就连说话都有些结巴 梅子出一副受人逼迫 要不是倒霉 遇上要加兄妹 也不会被太子表哥亲自责罚 不光要登门道歉 还要在府里禁足一个月之久 梅太夫首府 无需听闻要后嫡女有勇有谋 今日一见果然谈吐不凡 听闻此话要后 转头招呼女 还不赶紧上前给太夫请安 办下当然知道 爹爹不会轻力放过出头露脸的机会 匆忙对着丝毫无感的人行了一个大礼 而金氏看着鸡不可施 一把推着示意 眼下就是攀龙富贵的大火时机 千万不要错过 清代冲上前 就挤在半夏前面 摆足了架子 要抢妹妹风头 还装模作样 喊着给梅伯伯请安 新妻女为了攀高知 故意上前行礼 吸引注意 不料梅太夫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选择当场无事 转身却一改脸色 搀扶半夏快快请起 不必过多拘礼 目光打量片刻 只觉得太子提及的千金小姐 果然气度不凡 没想到也才方林十六 就能让不尽女色之人这般重视 看来皇后娘娘 多想推荐自己的侄女上位 都于事无补 显然此人已经成了太子心中的轻慕对象 老夫听说 姑娘从小寄养在乡下 今日一见 居然才得兼备 样样精通 回禀太夫话虽如此 可他能有今天 全都多亏了远在京城的爹点 多多照服 此话一出 从来对女儿不闻不问的药侯 费感意外 顿时又惊又喜 没料到半夏竟会如此懂事 不仅没在外人面前说一句 她的不是还话里话外 都在夸赞当爹爹的功不可没 不明所以的梅太夫 还以为真的是总得感恩 连连点头夸赞 真是个好姑娘 一拼一笑 都透着大家风范 若是跟皇城里的公主相比 也是丝毫不错 药侯听着堂堂太素敬会 对女儿如此上心 忍不住笑的嘴 都没合拢过 一边热情供应您 可别影响了她跟太夫大人谈论家常 半夏三言两语 就讨得爹爹宠爱 既然目的达成 也该行李倒退 而梅子初看着女人神定气贤 总觉得此人很不简单 赌方仪式可还没完 早晚都会秋后算账 半夏看着阴狠的眼神 也觉得事情并有些古怪 一向不听从管教的小俊爷 怎么会突然向个受气包 登门道歉 作为作福的小俊爷 有眼无珠 竟惹了太子殿下的爱慕对象 原本被逼着道歉 已经很不耐烦 不料又遇上绿茶倒了胃口 当药侯发话 让无关人等全都退下 可为了攀上贵人的清代 却把爹爹的话 当成了耳旁风 还茶里茶气 冲着小俊爷套起近乎 都怪不上镜的三哥 猝了您的眉头 他特意在此替人赔个不适 梅子初听后 别提有多晦气 不耐烦最废话少说 赶紧回你的规格去 梅太夫余光一瞥 也难怪儿子会阴阳怪气 怎么说都是要死的大家闺秀 怎么会形势如此轻浮 药侯只觉得面子有些挂不住 责怪丢人现眼的东西 还处在那里干什么 不知道赶紧退下了 清代被训斥的心头一惊 没想到爹爹死要面子 竟然当着外人在场 丝毫不顾一点女之情 梅太夫等人走后 直接表明来意 诉说办下如此端庄得体 不如为他选一个绝好家训 药侯惊喜的梅色 顿开此事虽然甚 但不知大人所指何人 这边清代不满小剑人 当众出尽风头 快步追到后花园 就是一顿敌骨 别以为被爹爹夸赞几句 就可以目中无人 毕竟是从乡下来的 终究上不了多大的台面 半下被说得很是不爽 姐姐最近看来是闲得发慌 妹妹可没工夫 跟你在这里尽说废话 清代被气得浑身颤抖 真没想到小剑人会这么硬气 而一旁的老奴 却劝戒想开点 反正夫人已经决定 断了她的月里 想必领不到银子 就会跑去找老爷盗状 到时候 我们只要反咬一口 责怪她手脚不干净 岂不是一条绝好妙计 清代越来越佩服母亲了 什么样的恶毒计策都能想到 只要小剑人 染上手脚不干净的罪名 这辈子 都别想再抬起头来做人 只因姐姐嫉妒妹妹 饱受爹爹夸赞 就联合母亲设计陷害 想要毁她名上 不料太子早就暗中 保护眼见心爱之人 处处受人排挤 又总会坐视不理 当办下得知 后夫管家 故意压着月里不给银子 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带着珍贵之物 来到当铺 少要明知无字衣书 乃是夫人留给小姐的 唯一遗物 不禁心疼的 想要出言劝阻 而办下安慰 只要能跟在意的人 好好活着 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 况且 选择当了这无字衣书 肯定就有把握 在短时间内赚到钱 将东西赎出来 掌柜的拿着一看 不就是本没写字的破书 还敢拿到当铺换钱 你是没睡醒 还是觉得他骗 办下让烧安物造书中 可是藏着很贵重的宝贝 想来虽有白玉作为陪衬 可无字衣书 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只可惜 懂得其中玄机的人 少之又少 掌柜的原本不幸 可翻到中间一看 果然是个好东西 只不过白玉质地 虽好在他这里 只能当一百两白玉 若是想要活荡 就需要另外再付利息十两 哼 真是个老油条 算得简直不要太精明 想来这本衣书 记载着上百种绝技的药方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智宝神书 虽然早已将内容熟悖于心 可作为母亲流的遗物 他从来都是爱之惜之 况且 其中含有特别玄机 若是配上秘制的独家药水 涂抹在白玉之上 可使文字逐一显现 如此稀罕之物 若是流传出去 让外人利用 恐怕会因此发一笔不小的横财 办下也不废话 直接同意了霸王条款 但他只有一个要求 白玉绝对不可离书 好说好说 掌柜难得碰上净赚钱 还画手的主 笑着答应 还来不及 怎么会说些废话 没事找事 可还没得意多久 无速之客就破门而遇 原来收到暗中保护心肩宠的下人 传来消息 岳北一马不停蹄 就跑到当归考 要无字一书 掌柜一看 是太子大驾光临 但书乃是活档 直接拿走 恐怕不太好吧 难不成再给你点银子犒劳一下 岳北一咬着后槽牙 让再多说一句废话 就直接去死 掌柜瞬间被吓破了 胆宁要的东西 现在就双手奉上 岳北一接过东西 有气没处 撒扭头 就让侍卫回音之后 绕着麻长跑十圈 咒风一脸冤大头 明明就是主子生气 伴下姑娘遇到难处 不找他帮忙 自己还点背撞到枪口上 而两人多年 未见不来找主子 也在情理之中 可他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刚到手的银子还没午热 就被拿去大把恢复 少要不理解 小姐明明都这么穷了 怎么还舍得为二少爷 买如此贵重的衣服 伴下虽说手里 只有一百两银子 但二哥身体不好 给他花五十两 买个虎皮大衣 又何妨 更何况 天气渐凉 继母质办的皮货 肯定会从中动手脚 还是亲自为二哥买一件衣服 才会比较放心 可小姐 把药买成年礼服的钱挪用了 自己该怎么办 总不能在节日当天 穿得太过寒酸 湿了颜面 伴下丝毫不在意此事况且 继母不是还好心 准备了桃红上衣 外加绿色裸裙 想必如此红配绿的造型 既感觉俗不可待 又有点可爱 在成年里那天 一定会搏进眼球 少要想说的话 被噎得到了嘴边 欲言又止 因为他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 劝解小姐 别这么想 其实恶毒继母的心思 早就被扮下看得明明白白 既然有意 让当众出丑 他偏要跟清代站在一起 让外人知道 他这个好继母 对待女王 是多么不偏不倚 正当选好衣服 准备付钱之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女人 一把抢过 早就听闻后府 有个乡下小姐 没想到都进了城里 还是一副穷酸样 半下还以为是 谁在阴阳怪气 原来就是被宠得 娇恨无理的 御史之女丁霜 按照剧情 他嫁给大哥之后 怂恿丈夫 跟四皇子意图谋划 最负害的大哥 被公开杀头 虽然此人有些不太好惹 但只要有他在 就肯定不会任由 胡作非文 而一抬头 就见丁霜要动手 请衣服 他果断毫不客气 要先来后到 你好威风啊 作为御史之女 今日就要教训教训 你这个又丑又粗俗的乡下人 少要心直口快站出来 就要替小姐打抱不平 还有脸说 别人自己不就是个 蛮横无理之人 丁霜根本不把此人放在眼里 不就是一个小小婢女 也敢出言羞辱于她 还愣着干什么 快动手给我打死 这个目中无人的贱母 蛮横无理的女人 仗着身份尊贵 就要动手打人 不料对方有人暗中保护 还是郑伯大将军的孙子 这边眼见丫鬟护主心切 快要挨打扮下抬起手臂 就要势足阻拦 就算是御史之女 她也敢当场放损话 让胡作非为之人付出代价 丁霜的丫鬟 被气势下的浑身颤抖 可主子发话又不得不从 我劝你最好别轻举乱动 不然她头上的簪子可不长眼 此时奉命暗中保护的君寒 有些莫名其妙 不知道后府小姐是什么体质 走到哪里都能惹出乱子 听着屋里乱成一片 还有人在大喊大叫 她生怕后府小姐吃了哑巴亏 没法跟太子交代 只好装作路过 走进去一探究竟 可刚进门 丁霜就指责疯女人 想动手伤人 还请名能主持公道 扮下一改脸色 哭唧唧唧委屈的不行 既然都说她是行凶之人 可小将军是否看到了 小女子动手 丁霜气急败坏 诉说你头上的发簪就是证据 别以为会装疯卖惨 就能门混过去 要是发簪都成了凶器 那你的头上不也带了 扮下委屈诉说 若果真如此 岂不是在场中人都成了凶手 话锋被说得突然倒向一边 原本支持丁霜的人 也纷纷吐槽她 只长脾气 不长脑子 怪不得都使酒了 也还嫁不出去 丁霜被说得悲愤交加我爹爹 可是御使大人信不信 让他都把你们抓进大牢 君寒都被吵得烦死了 他最不喜欢看女人吵架 动不动就各种互私 扮下没想到 对方也是个嘴硬之人 已经都成了明摆不得事实 他还非要满口紧便 莫非御使大人 动不动就会把嘲笑丁小姐的人 给关进大牢 丁霜干脆破罐子破摔 反正你整个一脸麻子 清代随随便便都能甩你几条件 而且 清代的外祖父 可是金国公小姨母 又是最受宠的金顿妃 再看看你的地位 不过就是要后家的童养习罢了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表示赞同 对比之下 清代小姐确实像娇贵的一朵花 而伴下就像是土里的烂泥巴 君寒顿时来了兴趣 那日在城门之外面对马金 都丝毫不慌 今日又是这幅神定弃弦 莫非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 不想伴下仅用一句 我母亲是正妻 我是嫡女 就让丁霜哑口无言 确实无论是清代还是她 都为庶出所生 就算身份再怎么尊贵 在这一点上 永远都比不过别人 君寒有些意外她 这是一语双关 话里有话吗 丁霜的生母 是丁夫人的陪嫁丫鬟 自打出声 就被养在正式名下 可此事乃是丁家的秘密 她也是在特务暗部的记载上 得知此事 而侯府的小姐能得知此事 看来是真不紧的 眼下有必要把这个重大发现 跟太子汇报一二 说不定会因此 听到意料之外的独家爆料 要侯府的嫡女 早已感受到了一哥哥的存在 可如今都已回京多日 却不愿跟门拜访和相认 就连回府途中 要路过两人初次见面的大榕树时 也宁可多走弯路 都不想故地重游 乱了心智 而此时的岳北义 早已在大榕树附近的茶馆 像望七十般 渴望着她能再次出现 但等来却宁愿绕道而行 都不曾往这边多看一眼 想必殿下心心念念的小姐 是不会来了 岳北义听闻此话 眼眸不禁有些阴沉 思念了这么久的下下 为什么一次都没来过 他们相识的大榕树子 难道是故意躲着 不愿意再见你的一哥哥吗 这边两人走在长街上 不知情的勺药 以为小姐走错路了 还及时出言提醒 可熟知道路的伴夏 怎会不知 但其中的隐情 也只有她才能体会的 忽然耳边响起一阵喧嚣 嘲讽小娘子 穿得比平常百姓还要贵气 怎么会沦落到上街要饭呢 而且一个人丢了脸面也就算了 可你居然还带着孩子 会在街上多丢人啊 伴夏闻声看去 有些心生不如 妇人诉说她叫秦若柳 乃是来精寻夫 可身上的盘缠都花光了 也找不到夫君的身影 眼下实在是迫于无奈 才会想出上街寻愤粗活 以图能混口饭吃 伴夏听到妇人的名字 很是吃惊 因为前世记忆中 此人十分有惊伤头脑 仅用三年的时间 就将经营的店铺 开遍整个京城 只可惜 夫君是个陈世美 整日流连烟花向柳 最后还夺走了全部家当 害得她状告无门 一时心灰意冷 才会带着唯一的儿子 投河自尽 想到这里 伴夏不禁觉得 秦若柳跟他前世的经历 何其相似 果断拿出十两银子 表示同情 还劝他 一定要活在当下 带着孩子好好生活 少要自知小姐人 善心软可轻易 就拿出十两银子 会不会太多了点 万一此人是个骗子 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番好心 还不等反驳妇人的儿子 猛然站起身来 十分气愤表示 他的娘亲还不是个骗子 伴夏看到他就想起了 曾经怀过孕 但尚未出世的孩子 此时早已心软的 就算真被骗了 他也完全是心甘情愿 岳北义得到消息 顿时心疼的不行 下下自身都穷的 要靠变卖无字一书维持生活 却还见不得别人过得可怜 话说安排你送的银子 可有按时完成任务 君寒当即心慌不已跪地行礼 请求殿下能别动怒吗 微臣自知又要送银子 又不能让对方得知身份 可任凭他怎么想尽办法 最后都只能功亏一篑 先前本以为跟着伴夏小姐 故意将银子丢在眼前 就能圆满完成 殿下让接几次的任务 不料伴夏转头 就将银子交给骨快 成了十惊不昧的大好人 于是不甘心的他 故意扮成老头子 走在身边掉下钱袋 可伴夏想都没想起 身捡起银子就说 老爷的钱钱掉了 岳北义嘴唇轻挑 所以你说了一堆废话 是想表示钱没送到吗 君寒卑微的必重就轻 既然殿下如此抬爱 不如就亲自送去和好 何必大费周章 最后还落个做好事 不留名的结果 多嘴 岳北义想来 老子要是能亲自去 何必还要纷纷 可明明下下生活过得 如此窘迫 为何不来找他的一哥哥 堂堂太子谁都不怕 却唯独害怕半下 甚至人就站在眼前 他也吓得不敢相认 当岳北义得知 心爱之人过得并不好 一时心疼 就听信了偷偷送银子的搜主意 可君寒非但没把温暖送出去 还差点害得他都暴露 岳北义经过此事决定 万事不能急于一时 更何况 还是跟下下十年后的第一次相见 比起一位躲在身后等待 还不如找个合适的机会 来个主动出击 要侯府里半下 正在被众人指指点点 少要听后脸都快被气掠 明明小姐也给三少爷熬制了药膏 可为什么他们都不念 您得一点好 还说 仓术之所以受罚被挨打 都是小姐故意挑唆的 可半下不仅不难过 还说日久见人心 这边刚走到仓术的平安院 本想不来探望病情 却差点被扔出的枕头 正面袭击 在他眼里 就算去赌方救人在先 可当着爹爹的面 挑拨他挨打 就是一个从乡下进京的毒妇 半下看见三哥的蠢样 都快被气哭了 看来时至今日 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听闻此话 原本烦躁的情绪 没忍住怒斥 老子的事情不用你来管 就算真出了什么事 也有娘亲给他兜了 是吗 那我精通医术 看看你的伤势如何 总没意见吗 仓术一听 立马把身体缩进被子 堂堂七尺男儿老子的屁股 岂是你想看就能看 只听梁江数落 算你小子还有点自知之明 若是脏了妹妹的眼睛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半下听着轮椅的咕噜声就知道 一定是二哥来了 果然扭头一看 十年不见你的身体 还是那么缠绕 记得小时候二哥就体弱多病 但保读师书出口成章 可没少教我读书写字 梁江的脸上总是挂着一抹笑容 多年不见妹妹 现在看来依旧冰雪聪明 不禁暗自心想 清代说他在乡下 被养成了狼子野心 可眼前的模样 只怕跟清代嘴中的人 完全不服 听二哥也帮着如副说话 苍树直接急了 要不是他在爹爹面前 煽风点火 我也不至于被打这么惨 梁江看破不说破 既然挨了打 就应该长长记性 而不是把所有的过错 都怪在别人身上 一大家子 总算有个明事里的半下 内心也好受了许多 这个是我熬制的药膏 只要贴在痛处用不了多久 便会痊愈 就劳法二哥 帮忙我先站在门口 避避险 可梁江刚伸手准备敷药 就被苍树说是黄鼠狼 给鸡半年 没安好心 他果断收回了手 那你是活该挨打脚最瘦 苍树本想发发牢骚 可没想到二哥是个硬脾气 于是无奈喊着 富贵快点来给小爷换药 若是再晚点 他的屁股就腾开花了 半下回府多日 还是第一次跟二哥见面 可梁江病态的身体 非但美好 反而还变得愈发严重 此时站在屋外 本想趁着屋内两人 涂抹药膏必必闲 可身旁下人鬼鬼祟祟 顿时迎起了他的警局 半下想来 侯府到处都是 金氏安插的眼线 就算他医术 再高超 也要祭福外露 若要脱收留在府中的秦若柳 帮忙贩卖无字医术上的 绝密名药 眼下必须将金氏安插 在身边的眼线都拔掉 转眼 仓树敷上药膏 拖着一瘸一拐的腿 觉得人又行了 别说妹妹的药膏 简直比宫里 欲一开的方子还管用 半下原本只是觉得 三哥没脑子 但今日这么一看人 也确实挺傻的 仓树已经迫不及待 询问妹妹的药膏哪里来 若是自己做的 拿出去麦克就赚大发了 半下心想 就算是从无字医书上学的秘方 也不能告诉大姐的三哥 随即回答 意外救了一个道士 没想到人还挺好 为了表示感谢 都把祖传灵药都送给了他 仓树白白手语气敷衍的 不能再敷衍 既然没办法自己做了卖钱 那还真有点可惜 不过看在你好心送药的份上 老子挨打的事情就扯平了 半下有些无语 明明自己做错事了 非死降者不认错 眼下占了便宜还卖乖 忽然传来一阵咳声 闻声看去 是梁江的身体突发一样 身旁伺候的下人 看着少爷颤抖的身子 慌忙拿来长期服用的药物 想要暂时让他缓解一二 半下看到 二哥多年来的咳疾 时迟不见好 转脸上显得满眼心疼 仓术虽然表面放荡不羁 可看到二哥这样 也实在为他担心 话说这些年 不知换了多少医生 你的病怎么非但美好 反而越来越臭 梁江想必 他的咳疾已经积劳成疾 怕是治不好 不放心地扮下抓起胳膊 就要准了 可按理说 早该治好的病 为什么一直拖了这么久 难不成今世纪大二哥的才华 会挡了亲生儿子的试图 所以才从中动了手脚 想要二哥的咳疾卷治不育 直至病死 不行 要再这样拖下去 恐怕他就会变成 依靠药汤保命的废人 如今只要找到病因 想必一切都还来得及 容贵妃听闻侯府 有个天命凤女 可浴火重生 也能冲出劫难 姚身已变成了凤凰 若儿子娶她为妻 岂不成了真龙天子 但府中有两位千金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凤凰 这边伴下刚起了 怀疑继母下非首的想法 就打算趁着留有余地之际 早日将病因查清 听闻二哥 一直在服用压制咳嗽的药物 最近他刚好 也有些身体不适 可否借几颗吃吃 梁江自然没理由拒绝 淡话不能乱说 药也不能乱吃 若是不舒服的话 还是早些看待服务品 办下接过药物那是自然 眼下二哥的病情 已经耽误复得了 可目前又没有头绪 只能先从这个药物查起 转眼回到房中 察觉继母安插在身边的眼线 正躲在暗中窥探 为了不打草精神 他以修缠院子为借口 将两人支了出去 可不知情的勺药却说 毕竟是夫人派过来的 小姐这么做 会不会有点太不给面子 相组苦笑一声 谁让他们是夫人安插的奸细 别说修缮院子 就算所有脏活累活 让他们做都得受着 本来还有同情性的勺药 意识到好心关怀错了人 立马一改脸色 早知道就该在饭里 多加点八豆 拉死他们算 突然扮下一声惊呼 果然在二哥长期服用的药里 发现了端倪 他因虚寒可里 应用温性的麻黄热药 而现在却被调包 成了极寒的药材 好在药量微小 还算发现得及时 若是过度服用 恐怕会引起肺肿胀 甚至的肺劳 真是不可置信 恶毒继母 竟会为了一己之私 动用了如此下作的手段 湘竹认为 既然发现金氏行不轨之事 不如默不作声 让二少爷搬去老夫人的院中居住 想来整个侯府 也只有那里还算安全 办案下也是这么想的 他会极力劝说二哥 以静孝的名义 搬入老夫人的院中养病 到时再寻个油透 将继母安插在身边的眼线 统统换掉 就可以暗度陈仓 改了药方 皇宫里芙蓉殿内 荣贵妃突然想起 元慧大师在十几年前所说之事 能否当真 回禀主子 据说大师本人对此事闭口不谈 当时在跟侯府小姐算命时 似乎是门下弟子隐约听道 说了天命凤女 可浴火重生 也可冲出劫难一步飞生的话 荣贵妃已经顾不得此话 可信不可信 如今若是儿子娶了天命凤女 那离登上皇位 变成真龙天子 就只差了一步 不管结果怎样 无论如何 都要给本宫钉死侯府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哪怕是三更半夜 也要立即来吧 曾经最心爱的一哥哥 如今折下荣花 深夜送给伴相 可他非但没喜记而泣 居然还说太子犯了国父 这边荣贵妃为了帮助儿子登上皇位 正想着该如何分辨谁 才是真实的天命之女 而身旁伺候的老奴 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就令他眉色顿开 确实以侯府敌女的架势 不像是能抗衡今世的人 倒可让儿子为了达到目的 先跟清代接触一二 再不计 就让两个一并取入品中 反正总有一个 会是元慧大师所说的 天命凤子 伴下为了帮助二哥摆脱毒妇 可谓是煞费苦心 好在总算找出病因 只要选用最佛的药材稍作搭配 就可帮助病态的身子 恢复如初 倒是收留入府的秦若柳母子 伴下实在没办法面对 前世害的结局悲惨之人 随即站起身来 让太子殿下别来无恙 难道不知深夜不经允许 就潜入闺房之中 乃是范国房 岳北义眼神里满是透着失落 两人虽然十年未见 可再次相遇 怎么能变得如此生疏 还有下下冷若冰霜的眼神 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太子殿下别怪伴下多嘴 年幼时在大荣树下的过往种种 不过就是年少无知吧 也不存在什么十年之约的说辞 岳北义才不幸 说得无稽之谈 越是这么解释 就越代表心里在了 不然都还没开口你就知道 他是为了十年之约而来 说话间 岳北义步步逼近 拜托能不能实话实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爱笑的下下 变得这么无情 半下责怪其你 不该突然出现 想来前世之所以会结局悲惨 就是被甜言蜜蜜 冲昏了头脑 以至于每一口毒药 都是岳北义亲自喂 如今重生归来 他一定不会重蹈悔辙 若有半点犹豫 恐怕会再次坠入爱福的深渊当中 无法自谈 年少时的一场相遇 竟让少年不惜三天三夜 想知人见上 可眼看半山腰的府邸 就在眼前岳北义 却被天际楼珠的侍卫劫走 还说事关大岳国江山 设计你最好别耍花样 就在刚刚 他拿着大榕树开的花 准备跟女主示爱 却遭伴下无情拒绝 还说过去的事情 他早就忘了 若非要就是重提 只会令人心烦厌倦 岳北义没想到 女人竟会这般决绝 既然如此 这面不见眼 若因深夜来访冒犯了姑娘 还请你能多多见谅 可话虽如此 刚回到东宫书房 他就对此事耿耿于怀 难道自己想念了十年的女人 却记恨了他十年 岳北义脸色一沉 想陛下下 突然变得冷落冰霜 一定是在乡下 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论如何 他都势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只有这样才能 早日跟下下兵士前嫌 转危为安 咒风还从未见过 殿下这般沮丧 他不理解一个 不愿意跟你扯上关系的人 殿下又何必如此执着 岳北义头一转 又让侍卫见识到了 他脸上从未出现过的凶狠目光 事则你只需要听令行事 其他的事情 不该随意夺走 其实十年前 当他得知 下下要被送往乡下 就像父皇 以暗寻西北为借口 想要争取一年的时间 换取字眼 而得到英允后 岳北义 更是齐了三天的快能 才感到半下所在的乡下 可看着半山腰 近在眼前的府邸 他的心愿 差点就达成了 只因身边 突然出现一群黑衣人 拦住去路 领头之人表示 天机楼主想要见你 而且 打着关于大越国的大事 为借口 让他没有反抗的余地 岳北义听闻 天机楼主神机妙算 行踪又飘忽不定 不知今日一见前辈 所谓何事 老夫贸然出手 想来 偌大的产业 无人可传 眼下敢问大越国太子 可有兴趣 若你愿意 只需接受侍领 通过之后 就可继承天机楼主之位 听起来确实很让人心动 可岳北义想都没想 便出言巨嘴 虽然天机楼名震九国 但其中的猫腻 恐怕也是达观权贵的 藏污纳垢之地 所以 多谢楼主抬爱他 实在不感兴趣 那伴下你总感兴趣吧 老夫的势力遍布天下 只要是想做的事情 总能找到空子 若殿下执意不肯答应此事 那老夫也愿意陪你 继续耗下去 岳北义想到一个人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可他不敢拿伴下的性命 开玩笑 或于无奈之际 只能选择暂时妥协 在从长计议 转念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 虽然他的实力 每天都在进步 可在楼主眼里 只要他一日 不将云峰中门的秘书 练到登峰造极 就一日 别想见到那个伴下 岳北义气急了 奈何被人抓住软肋 只能拼命练习 所谓可得此功 就能得天下云峰秘书 面对楼主 对一个大越国太子 给予厚望 手下很疑惑 为何非要逼他 做不想做的事情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却问得楼主无奈叹气 因为只有他 才能实现多年未完成的速度 岳北义整日只想拼尽全力 让自己变得更强 不知不觉中 已经通过了天际楼的势力 看着手下 都愿意扶手称臣 命他为天际楼的新主人 楼主一脸欣慰 看来自己果然没看错 除了岳北义当上楼主 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挥剑抵住脖子 警告任何人 都别想动伴下一根手指头 不然他真的会手起箭路 楼主却清淡一笑 看来你真的长大了 不过在离开之前 老夫有一个足以颠覆你人生的秘密 必须要亲自交代清楚 因为你的真实身份其实是 剧情到这里就没了 宝子们可以放开脑洞猜想 身为异国之母 有一位太子挑选贤妃 殊不知他看中的表妹 可真是不简单 听闻皇后娘娘驾到 岳北义连忙起身参拜 而皇后见了人却说 母子二人无必过多拘力 说起来 你率兵争讨末北族有一年有余 如今难得把你盼回来了 可要多留在宫中陪陪母后 岳北义自然求之不得 奈何父皇器重而成 他也自然不能令人失望 不过虽然身在军营 可他的心里却时常牵挂着母后 皇后又何尝不体恤自己的亲生骨肉 算起来 你如今也到了适婚的年龄 不知道心中可有众议的人选 刚好前些天挑选的一批选秀画像 已经送了过来 里面更是名门闺秀 数不胜数 包括你的表妹也身在其中 岳北义如今跟伴下的误会 还尚未解除 他一脸愁容 实在不想过早因云此事 此前想后 迫于无奈之余 只好以事物繁忙为由 想要推托晚些时日再做定夺 皇后却不这么认为 他如今唯一在意的就是 儿子的终身大事 若实在忙得脱不了身 他当母后的 自然要全力操办 争取为你挑选一个天作之河 正当月北义 想要继续说些什么 却被皇后开口打断 看样子 时辰也不早了 想逼累了一天 还是早些回去歇息为好 话已至此 他也不便过多停留 目前抓紧时间 查清半夏判若两人的原因 才是最主要的 这边韶药正在服侍秦若柳 适用小姐特制的养颜面霜 没想到才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 就把皮肤变得吹弹可破 半夏正想着 让他把东西带出去 也好上街挣点零花钱 供大家维持日常生计 韶药看着小姐大黑眼圈 是不是昨夜没睡好 赶紧涂抹养颜面霜 遮遮脸 半夏提起此事都觉得晦气 要不是越北一昨夜 趁其不被搞突然袭击 他也不用一晚上倒胃口都没睡着 现在必须赶紧积累银子 打通关系 才是最主要的 实在没功夫跟他掰扯那堆子破事 秦若柳难得被小姐如此器重 可奴婢恐怕既不如人 难当此人 听闻此话 半夏一点都不怕 反正前世 他又不是没见识过此人的力 目前放手 让他大胆地拿出去 卖准能赚钱 秦若柳一定不会辜负恩人的信任 可养颜面霜虽好 但卖五百两一瓶可足足比市场价高出了十倍 真的有冤大头会买吗 这就是你们孤陋寡闻了 京城里最不缺的 就是有钱还爱显摆的名门少夫人 本着人人都想拿吻夫君的心态为原理 大不了花点银子 让府中的下人打通一些关系 只要把效果夸大其词传入耳中 还愁东西会卖不出去吗 秦若柳对小姐足智多谋佩服的五体投地 只要能报答恩情 让她做什么都义不容辞 有这么一句话 办下就放心了 前世秦若柳走投无路 被神女阁主所救 还给了一线生机 因此闯出了一片天地 今生她抢先一步救了此人 是不是意味着 原本定好的剧情 能经了她的手逆天改定 好端端的青梅竹马 却因误会反目成仇 而穷的叮当响地扮下 重生归来 只想抵钱 这边脚刚踏进院子还没见人 就听到脑子缺根弦的三哥 在哈哈大笑 这么欠扁的性格 想来一定是没少挨的 可仓术的嘴犹如毒针般 哪疼 专往哪扎 就以妹妹的姿色 平庸的连母亲的半分美貌 都不及 出门也一定没少 被人嘲笑吧 扮下不想跟她一般见识 可护独自的梁江不乐意 拿起燕台甩过去 怒骂小兔崽子打肥了 就连自家人都不放在眼里 二哥好宠扮下好爱 可一马归一马 就算搬入老祖母的院子 也应该以身体为重 提起这事梁江 还要感谢妹妹的妙手回春 自从换了新药方 他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就连咳解也好多了 这一点仓术可以作证 就凭二哥刚才打人的力道 明显跟从前大不相同 如此甚好 扮下早至今日 就应该早些说服哥哥搬过来住 也不用吃了一堆 不管用的药 受了那么多的苦 梁江让妹妹不必过多自责 怎么说 她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变好 相信早晚都会痊愈 倒是三哥眼神不好 反嘴上没个把门的 非要说你相貌不好 在他眼中 你的模样就跟母亲一样 梁江无意提及 母亲突然变得失落出神 虽然美貌 虽美可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若是当初母亲 不是因为相貌出众 也不会嫁入侯府 更不会遭遇劫难 伴下猛然已经听出 二哥话中有话 难道娘亲 不是因为生她的时候 难缠而死吗 梁江几度哽咽 如今你也长大了 有些事 也不用刻意以言了 记得印象里的母亲 自小就生活在府中 跟咱们得爹爹 更是青梅竹马 情投一合 全京城更不知有多少人 垂涎美色 想要将她占为己有 就连雄霸一方的墨北王 就是其中之一 而本应大喜的事情 却以母亲大越国 第一美文的称号 惹来了杀身之祸 一切的起因 乃是爹爹在宴席上酒后 务视得罪了墨北王 对方就以此为借口 屡屡向皇上威压 想要让母亲出关和亲 爹爹走投无路 只好跟墨北王 有互交的金国公求情 可那人虽然愿意出手相助 却借机提出 让继母嫁入府中的要求 爹爹没想到 年少时救过金氏一命 却要以给人民分为代价 娶她过门 最后不得不同时 迎娶两位夫人 而母亲在临死之前 似乎也过得不好 范夏听后 总觉得其中暗藏玄金母亲的死 也一定跟继母脱不了关系 看着妹妹闷闷不乐 仓书认为 事情都过去了 也没什么值得耿耿于白的 再说了 虽然娘亲红颜薄命 可继母带几位兄弟 就像恩童在造 眼下日子别提过得有多数 你就应该凡事想开点 范夏看着无脑三哥认贼做母 就妻不打一处来 说着突然有事 就想先行离开 梁江看着走远的背影 深有体会 如果妹妹并未传出客服的谣言 也不会被寄养在乡下受尽苦楚 她这个当哥哥的 也觉得亏欠于她 仓术双手插腰 觉得妹妹 无非就是客服的名声不好 若是日后真的嫁不出去 大不了我养的她就是 女人穿着红配绿的礼服 想要前去给钱国公贺寿 可如此辣眼睛的搭配 竟是她费尽心机 有意而为 当伴下穿着招摇过了头的衣服 走进正厅 人还没开始行礼 就被药侯慕斥 穿成这样成何体统 爹爹的反应 怎么如此强烈 这可是母亲专门 为她准备的成年礼服 只因这已经是 女儿房中最好的一件衣服 才会选择在祝寿的大喜日子 特意穿出 看似无心之举时 则是伴下对付 恶毒继母的小小手段 不光要穿上红配绿的衣服 还要故意站在姐姐身边 形成鲜明的对比 妖后看着有失身份的打扮 扭头瞪着夫人 为何要送女儿 这么不堪入目的衣服 难不成她刚从乡下回来 不配跟清代 享受同样的待遇 今时立即出言狡辩 妾身从来没对两个女儿 有个半斗私心 只是准备好的衣服 是她自己不会搭配 又怎能把所有的过错 都怪罪切身 一直身居减弱的老祖母 愁准时机 也想为孙女出口恶气 而媳妇的话 虽如此 可伴下不懂你 还能不懂吗 既然能把清代 打扮得光鲜亮丽 为什么不能帮伴下 多把宝关呢 难不成是想让整个侯府 在参加寿宴之时 面对全京城的达官权贵 遭人一笑大方吗 伴下有人帮着说好话 自然要添一把心 想来母亲也全是一片好 平日里对女儿 更是好得不得了 有时候 就连她自己都觉得 母亲对她的疼爱 都超过了亲生的清代 要侯听闻此话 非但没有喜从心来 反而变得愈发几屁 要说夫人 对伴下谈爱有加 道理说得过去 可说对她比对清代还要好 这其中一定藏有猫蜜 直到此时 金氏才一时 被小贱人摆了一道 眼里满是怒火 你故意挑拨 我跟夫君之间的关系 到底居心何在 伴下一秒变脸装的 委屈巴巴 女儿只想帮母亲 说些好话 怎么能诬陷她居心不良呢 这副装模作样的嘴脸 金氏再熟悉不过 因为她也是 这么给人下套的 可正要说点什么 捍卫自己的历程之时 却被要后怒斥 你可真是放肆 从头到尾 乖女儿都没说过一句 你可不是 怎么反过头来 还要责怪她 不该实话实说 金氏打碎了牙 只能把这笔账 暂时记下 既然硬得不行 那她哭这桩委屈 总能有点用吗 夫君这是说的哪里话 妾身自从嫁入这个家 所做的一切 可都是为了您啊 怎么到头来 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这么多年付出的心血卡 怎么能忘记 既然衣服穿得不得体 就赶紧下去 再画一件就熟 可别因为此事 耽误了钱国公的寿宴 半下看着金氏 闷着生气的样子 也算不枉费了这番心计 可要想让爹爹 彻底燃起一枪怒火 看清恶毒继母的真面目 还得再存长记忆 原本只是一家人 整整七七出席大的 可争强好胜的女人 非要跟妹妹过不去 转眼当朝丞相 钱少堂拜见后老夫人 晚辈自知 老祖母也替他感到甚是欣慰 既然如此 咱们可要赶紧进去 别让一家子久等 盛装出席的清代 别提能有多显 越是在这个时候 还越听到别人在背后意味 他长得真好看 不知哪家有福气的公子哥 能得到的 话说旁边同行之人 该不会是生活在乡下 粗略无知的嫡女吧 可今日一见 别有几番风韵 根本跟传闻中描述的形象 完全不符啊 清代阴填着脸 听着外人夸自己可以 但一听到夸那个小贱人 母亲专门打造的雀斑 怎么可能会被这么多人夸赞 不过 只要小贱人一天不撕掉人皮面具 就一天比不上他的绝美容忍 办下要不是想着 钱国公今日过寿不想 坏了气氛 恐怕高低非得说上两句 噎得清代哑口无言 可转念一想 他又能跟金氏那个毒妇 嚣张多久吗 只要等到他成年里 在侯府坐东举办宴会之时 一定当众揭开人皮面具 让他们名誉 尽毁为自己的所作 作为付出代价 当老祖母进入政厅 见到多年未见的好姐妹 激动的情绪 一时都无以言辩 前老夫人一看到老相时来了 也满脸笑容开心的不行 想来办下这丫头 还是第一次登门前府 你可不必过多拘力 一定要吃好玩好 办下没想到 老夫人这么平易进入 听闻您睡眠不足 特意带来了安神香 希望能有所好者 正当两人聊得起劲之际 一个不速之客 突然打破了热闹的气氛 早就听闻老夫人的失眠之症 乃是宫里御医开的方子 都治不好的 可刚才听你的言下之意 怕不是显摆自己的医术高超吧 前老夫人看着丁霜的母亲 有意刁难 真是为伴侠捏了一把汗 而老祖母却显得冷不在 既然她要在权贵遍布之地立足 那像这种勾心斗角的场面 总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御使夫人仗着身份尊贵 想要刻意刁难 刚从乡下京城的土包子 然而 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看似平平无奇之人 实则背后有郡主 通邀她根本开罪不起 原本伴下只是一番好意 拿着安神香多谢老夫人开案 怎料御使夫人非说 她夸大其词 讽刺了宫廷御医 抬谋一瞥 本以为此人贤淑兼备 原来只因先前得罪御使之女 丁霜一世 才会借机肆意报复 伴下明知意图何为 自然有完全的应对之策 想必夫人您是误会 小女只不过沾了药家祖上的光 才没埋没了安神香的配方 若非要提及宫廷御医 她自然是不能比的 御使夫人手里的佛珠都攥紧了 既然敢拿文明于世的药家祖宗说事 看来小丫头骗子 还真是不简单呢 前夫老夫人连忙走上前来 今日本是贺收的大好日子 若丫头说话有不得体的地方 你尽管指教就是 不用顾忌老生的面子 老夫人这是说哪里的话 她也只不过心存疑虑 开口疑问吧 这时一道嗓音传来 提醒药家祖宗 可是对大悦国有恩 如今后继有人又没望本时 哪一大姓氏 启荣地在此对般说笑 伴下瞬间愣在原地 没想到梅子初的妹妹 会站出来为她解眉 御使夫人也在震惊之中 随声附和郡主所言即逝 此人可是太夫之女 当朝一大红人 若因为这个乡下丫头 得罪了她 实在得不成事 伴下表面云淡风轻 实则疑惑 萍水相逢 为何会挺身而出 况且上次 在赌方伪装的神女阁 还惹恼了哥哥梅子初 今时拉着女儿的手 一脸阴沉 看来这个办下还真是不简单 日后我们母女二人在侯府 可要小心行事 这个小师妹有个独特癖后 那就是专门整治恋爱女 不光告知心中 无女神拔剑自然神 还劝戒剑谱第一页 先斩逸中人 好不容易重获自由的叶浪浪 本以为脱了江的野马 终于可以祸害驰骋修仙剑 可令人一言难尽的青传长袍 可不可以不穿 宠师妹的大肚师兄 不得已换上了 俗吊渣的素衣段子 这一下总该没意见了吧 很快到了云中小城 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人群 好像要比先前更热呢 或许是秘境开启的缘故 只要有散修在的地方 不出十米之内 就一定有叫卖灵符的小贩 而且都自卖自夸 溜须拍马 身穿变装的师兄几人 在人群中显得格外不齐 明璇歪着脑袋 一看没想到传闻中睡觉 都能提升灵气的符址 竟然真的有人在叫卖 听说名字是叫聚灵符 不如我们也买几张回去 躺着不动看看 会不会真的有那么神奇 叶浪浪急忙拉着胳膊 让师兄小心上当 据说越是吹嘘厉害的东西 就越是没用 明璇为了满足好奇心 还是特别想买 反正又不贵 就随便买几张试试呗 叶浪浪气得直吐许 因为聚灵符就是他一手年创的 师兄竟然说他不贵 他倒是想方设法 把人往客栈里拽 还说动作再不快点 就没得住了 沐仲熙看着小师妹 非要替师兄省名字 可突如其来的关心 真的没意外吗 看着倒卖盗版聚灵符的小贩 叶浪浪内心堪比五枚轰底 他本想偷着下山 套卖符址赚点零花钱 但没想到 聚灵符一经问世 竟被抢够一通 由于长明宗归森严 害怕太火了 会引不上身 为了不因此 被关入后山境地 所以才不得不痛心收手 可他退出黑市 隐居于山之际 竟成了倒卖盗版的崛起之势 不光聚灵符的火爆程度 丝毫不减 而且还在价格上 被恶意抬高了十倍 明轩眼看 拗不过小师妹的酱脾气 这才不甘心就此作罢 当站在云中客栈的门口 虽然会猜到 名声在外的风水宝地 会一房难求 可也不用被人为的水泄不通 眼光毒辣的木崇熙 一眼就认出 那不是月清宗的云雀师妹吗 今日一见 还真是美若天仙 长了一张迷死人的脸 夜浪浪瞧着围观大女主呼声一片 心想 原书中最会当舔狗 还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的人 飞目中西所属 若不再说点什么 舅舅这个傻袍子 估计只因回眸一笑 就会彻底沦陷 当夜浪浪扭头 看着眼珠子都瞪直了的四师兄 干脆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一语中的 你看见远处那个身影了吗 该杀 头顶红毛的小俊爷 该是有多狠的心 竟会朝着半夏扔毒蛇 还想置他于死地 就在刚刚子晴郡主 被黑衣人袭击 导致昏迷不醒 正当婢女手足无措之际 伴夏却让他切不可声张 因为他一眼认出 行凶之人 就是自己的亲生大哥 可别人口中的浪荡公子哥 怎么就干起了 劫实郡主的缺的事 于是不放心的伴夏 非要追上去问个亲主 不料找了半天 也见不着个人影 莫非是有意在抵着他 突然一声小村姑的称呼 像是在冲着他反来 煞世间愣神之际 手里不知从什么时候 多了个包袱 抬手一摸 好像还软乎乎的 伴夏疑惑打开一看 不料尽是能在五步之内 让人当场病命的五步蛇 梅子说看着一动不动的女人 还以为是被吓傻了 都说了丛林深处屈不得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不过 你也不用太担心 小爷就是寻欢作乐 开个玩笑吧 伴夏尽管很生气 可有毒蛇在手 就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小郡也可知道 被五步蛇咬一口 可是会死得很难看 要不是早在医书上看过 对付此物 只需原地不动 毒蛇就察觉不到动静 从而暂时不会养人 不然 他现在恐怕早已是个死人了 此话一出 梅子出下怕了 要失手把太子的心肩虫给毒死了 那他有十个脑袋 都不够刮的 可买来的时候 下人还特意问过 此物没毒 就连能咬人的牙齿 都给拔光了 这一幕 都被越北一看得清清楚楚 要不是现在事态紧急他 当场就让小兔崽子好看 梅子出早已背下的魂闭手舍 哆嗦着身体诉说 太子表哥 你可千万要听我解释啊 君寒连忙上前捂住嘴 你要想把毒蛇惊了 让半夏死快点 就大声地叫吧 越北一看着下下 就连危急关头 也能这般克制 难不成对他的感情 也全都在努力克制吗 转眼提起长剑 就在手上划出硕大的伤口 只要五步蛇闻剑血腥 就不会再对下下产生任何威胁 随着手起剑落 瞬间痛感遍布全身 别说是流点血了 就算要了他的性命 也眼都不带眨一下 女人被毒蛇攻击命悬一线 男人竟手起刀落 滴血为义 可欠了这么大的人情 非一旦不敢击涕零 还对人愤之入骨 只因重活与世的办下 不想再重蹈覆辙 而狗男女设计毒害他的狠辣一幕 至今都记忆犹新 早已被吓破了胆的小俊爷 骑在救命稻草的身上 根本不下来 可能在五步之内 毒死人的五步蛇 怎么砍了一个 还有一个 君寒彻底被梅子出下的六亲不认 要不是身上有雷坠挂着 恐怕早已跑得比谁都快 岳北义看着四处乱窜的毒蛇声 怕会害得下下 可刚准备提刀解决了此事 办下竟抢先一步 将毒蛇扔了出去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仅仅只是不想欠太子的大人情 就敢徒手抓毒蛇 可见到底能有多恨他 梅子出眼见危机解除 这才乖乖从身上下了 只是好端端的一个姑娘 怎么发起火来 比毒蛇还可怕 看来 他这次是真的 落死过了头要倒大霉了 比起担惊受怕 对他最有威胁性的岳北义 却顾不上跟他清算这笔账 就连手里滑的伤口还在滴血 都显得满不在 只是想不通青梅竹马的下想 怎么能对他的好意 唯恐避之不及 看着赤红鲜血 在一滴一滴落下 就算是铁挡的心 也该有所触动 扮下咬紧了牙 尽管很想做事不理 可他的理智告诉他 就算再怎么记恨岳北义 也不该装聋作哑 无视男人 为了救他才受伤的事实 留意之后 岳北义看着眼前似曾相识的一幕 不禁有些愣得出声 所以 你还是在意我的对不对 冷傲太子杀人如蝼蚁 可在下下面前 就是凶怂不起来 本想请他 给一个将死之人失真续命 却反被骂无耻小人 当小俊爷放蛇行凶闯下大祸 看着阴沉的脸 就知道他要完蛋了 于是连忙认怂 躲到好友身后 只求能帮忙说说好话 岳北义简直气红了眼 都快把最在意的下下给毒害了 还有连蛊惑别人替你求情 太子殿下霸气威武 都怪我一时迷了心窍 才会想用毒蛇教训一下小村故 要早知道 表哥那么在意此人 别说去招惹了 就连半点非分之想都不敢 只是好端端的毒蛇牙都拔了 咬人也困难 怎么突然明变成了 欺毒无比的五不舍 君寒贵地求情 认为小俊爷只是贪玩诚信 干不出谋害人命的歹事 想必 其中一定有诈 还请太子殿下明能明察 一直选择沉默的扮下 猛然站出来认为毒蛇肯定被人掉包了 只是这么罕见的毒物 就算是金氏 恐怕也难以再不露出破绽的情况下 站为极影 可不是他又会是谁 能有这么大的势力 还有胆量在寿宴上作威作福 月北一冷笑出声 竟然敢有人在他的头上装身弄鬼 要是敢被老子查出来 一定要让幕后凶主知道什么才叫求死不能 可看着跪地求饶的表弟 竟敢放蛇咬人 若一直查不出来事情真相 你就一天都别想好 梅子出腿都被吓软了 他一定尽快找出凶手 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 既然如此扮下 也不想过多停留 与其看着闹心的人 还不如去看看 受到袭击的子秦郡主 可还安好 月北一拦住去路 直接开口 有一事相求 既然医术精湛 不知为何深藏不露 眼下无字医书还你 不知能不能帮忙 给一个将死之人失真续命 扮下看着金贵无比的传家之宝 竟然落到了 极恶如仇的男人手中 难不成你这个无耻之人 还感谢跟踪人的下流之事 月北一淡然一笑 下下你不是第一次误会我 既然身为一招太子 全京城都是他的眼线 也在情理之中 若真的想要查你 又何必需要跟踪呢 可我们认识这么久 竟然像无耻这样的话 都能出自你的口中 扮下一句话都不想跟他多说 如果这就惹你不高兴了 那大可把他杀了就是 况且 像你这么身份尊贵的人 又何时在乎过区区的一条贱命 月北一不许下下这么对他说话 你可知 每次看到嫉恶如愁的眼 他都会被深深刺痛的无法言语 半下听了只觉得恶心 既然你刚才引开毒蛇救了一命 那他答应帮人治病 全当是扯平了 看着下下离开的如此决绝 月北一不愿相信 当年掉坑里都担心不已的人 如今流了这么多的血 他竟然都不愿意多瞧眼 这家伙铁石心肠的样子 还真是没有小时候可爱 京城有名的浪荡公子哥 竟然为了掩饰身份 不惜出卖色相 宫于美男星际 别说所见之人 都被迷得神魂颠倒 就连太子殿下的表妹 也被聊得脸红心跳 这边众位千金齐聚一堂 看似热情闲谈 时刻阴阳怪气 借机攀比 话说清代这个当姐姐的 怎么连出了一时风头的乡下丫头 都比不过 他大半天看不见个人影 恐怕是听闻 要给钱老爷献意贺寿 吓得嫌丢不起那人 才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清代原本不想替小贱人说话 奈何表面功夫总是要做 虽然妹妹没见过什么大场面 可也轮不到你们如此出言羞辱 既然有意提到登台现役 大不了我勉为其难 替他表演了就是 区区小事办下 怎可劳烦姐姐亲自出马 多亏他来得及时 恐怕再晚来半步 就要领下这个大人情望 想来打着替人出头的旗号 坐实了无才无德的传闻 可真不愧是恶毒继母 想出的一个好记者 不想结过梁子的钉霜 偏偏非要跟他过不去 如此目中无人的样子 可真是狂妄自得 若你真的有胆量 敢不敢在现役的时候 鄙视鄙视 扮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显得无所畏惧 既然丁小姐有一挑事 还又怎会做缩头乌龟呢 原本两人满腔怒火一触即发 不料金墨突然出现 推脱了此事 许久不见 没想到妹妹还是这么个硬脾气 只是今日登门拜访 乃是主人伟大 你怎么能在前老爷的府中 施了礼数 扮下吃惊的眼神藏都藏不住 明明大哥刚才还是个 神出鬼没的蒙面黑衣人 许久未见的大哥也来了 不禁拉住胳膊撒娇 人家老想你了 金墨热情的笑脸相迎 他这个当哥哥的 怎么能忘了给妹妹带礼物呢 这个是上等的玉佩 你可千万不要弄丢了 转眼又将两人搂入怀中 臭弟弟倒是一点没变 只是妖妹都漂亮的 差点没认出 扮下先是错愕出神 而后又变得感讨乱迁 想来上一世误认为 大哥只偏心清淡 可现在看来 只有几个血浓于水的亲人之间 才会显得自然不作祖 众人焦头尖显得格外兴奋 听说行踪神秘的昔日战神 终于回京了 而且已经在给钱老爷送礼 难得露面了 扮下还以为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竟能让全京城的女人 都公认为大越国第一美男子 现在看来 不就是夜闯规格 令人讨厌的越北意吗 今是想让女儿攀高知的心 早已蠢蠢欲动 待会儿现意贺寿之时 可一定要好好发挥 只要以你的貌美姿色 只要略施小记 肯定能吸引太子的注意 清代却显得娇羞不语 毕竟那么荣耀的战神身份 太子怎么可能仅凭一点才艺 就被博取了欢心 今是都替女儿着急 怎么连势在人为这点道路都不懂 就算做不了当朝太子妃 做个侧妃也还算不错 只要你能用尽手段 还怕搬不到一堆垫脚石吗 清代被这么一怂恿 突然觉得 他离太子妃之位 仅有一步之遥 恐怕只有他的美貌 才能配得上身份尊贵的太子殿下 扮下想来 前世聂元 恐怕就是清代在前老爷的寿宴之上 跟岳北义的相识所开始 正当他随意打量之时 不料竟跟最不想见到的人 来了个目光对视 发觉岳北义也在盯着他看 直接无语地赶紧逃避事情 看着对方无法言喻的表情 该不会想在寿宴之上 有意刁难吧 子晴郡主看着熟悉的身影 在想什么呢 既然如此聊得来 不如我们一同落座 扮下觉得如此甚好 只是在后花园遇袭一世 不知你的伤势如何 毕竟事发突然难免有些令人担心 子晴郡主没想到 才刚认识不久 便会如此体贴 多亏了你给的安神丹 这才帮他度过一劫 没发生什么大麻烦 扮下听闻此话也算放心了 虽然大哥无心伤人 可难免会惹过上身 眼下好在郡主也无意说出此事 只是大哥一面冷傲逼人 一面又招摇过度 真是想不出行事古怪的背后 到底在隐瞒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经末转眼 又将屡试不爽的辽媚眼神 瞄到了郡主身上 从没被人这么直勾勾盯着看的子晴 都被聊得脸疯心跳 真不愧是出了名的浪人一个 就连几眉弄眼 都这么显得有水平 要猴看见这么个混蛋玩意儿 老脸都气绿了 掐着肩膀警告 要再敢招惹整个猴府 都得罪不起的郡主 可别怪他这个当爹的大义猎青 美艳千金 本想用妖娃武姿 拿下位高权重的太子芳心 可任凭怎么五骚弄姿 男人都始终不愿多看他一眼 当清代打扮光鲜亮丽 走到影人瞩目的正厅中央 只要他能在众位千金睁严斗燕的 现役之中脱颖而出 想必身份尊贵的太子殿下 一定能被倾国倾城的容貌 迷得六神无主 可令清代没想到的是 任凭他怎么展现 华丽绝伦的曼妙武姿 越北一冰冷无比的眼神 始终都没往他的身上瞧意 倒是伴下 都被绝美的武姿深深吸引 可等他愣神过后 竟有些心慌了 这女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简直为了攀上高枝 用尽了手段 若真的有幸当上了太子妃 恐怕他想要对付恶毒继母 岂不是男上家男 正当扮下黯然伤神 想要窥探复心汉的一举一动 尽不料反被对方 叮得慌乱不堪 低下了头 可两人冷不叮 总是眼神对视 该不会是越北一那家伙 一直都在用眼偷着看 而他却毫无察觉 傻乎乎地不自知吧 扮下一脸厌烦 满脑子都想起身 换个被人看不到的角落里 不料人刚站起来 就被满肚子坏水的丁霜 一把抓住 他可不是一般人 怎么会放过 能让土不拉几的乡下见人 当众现意出丑的绝好时机 听到这般挑事的言语 伴下却不想 跟一个惹祸惊多说废话 直接用力甩开 扯住胳膊无理的手 难道他想站起来走走 也要被人管吗 丁霜一脸虎视眈眈 反正我是盯死你了 逃不掉的 等轮到我们上场之时 不管比什么才艺 都有你来率先挑选 省得到时候输不起没话说 又嫌他只会欺负乡下人 伴下面对屡次冒犯 却表示丝毫无感 眼神决绝告知 他根本就不在乎输赢 倒是你自认清高 要是输给了一个乡下来的 恐怕真的会颜面扫地 这话说的 都把丁霜刚喝进去的茶水 全都喷得出来 你可别嚣张得太早 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伴下敷衍地回应 你这话说的可真对 只是我都表现得如此楚楚可怜 你为何非要跟我过不去 而且还敢在前老爷的寿宴上 提到像棺材这种不吉利的会计划 丁小姐可真是胆大包天啊 此话无疑把丁霜 推到众人议论纷纷的风口浪尖上 吓得他瞬间耸得也不敢再多嘴 这边刚刚落幕的清代公身行礼 为了博取关注 还娇滴滴表示 小女子献丑了 这抹了蜜的小嘴 都把在场众人说得春心荡漾 无不夸赞侯服可谓藏有家人 义务轰动全京城啊 对他的心间宠咄咄不休的女人 是谁 一定会被地理找个机会 替他出了这口恶气 而满心欢喜的清代 却被晾在一边 他咬着嘴唇满脸不干 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 只要一根小贱人扯上关系 都能把人气半死 妖后早已看出 太子殿下很怕一有所指 为了避免清代当众难堪 故意询问太子是否身体不适 为何面对群臣热议 却迟迟不肯做出回应呢 岳北义这才收回视线 早就听闻 妖后从乡下收回一个女儿 不知他为何没跟着一起出来现 丁霜一听 兴奋地直接站起身来 非要跟伴下比个高低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告知臣女 想以抚情为题 不知太子殿下可否满意 岳北义欣然一笑 他当然满意 因为下下的情意 可是他一把手亲自教的 冷傲男主 眼见刁蛮无理的女人 竟敢明目张胆欺负人 那就别怪他刻意 仗着太子身份 失微发难 而在要后得知惹不起的殿下 选谁不好 非要让小女当众献丑 不知可否体恤一个乡下来的丫头 实在难登大雅之谈 但岳北义明摆着心意已决 本王都说 赢了有奖 输了也无关痛鸟 怎么你百般推托 难不成责怪他 不该多此一举 伴下连忙出言 滴滴绝无此意 只是比弹琴奏乐 乃是一时兴起 不知身旁的老爷 是否愿意借府中的贵重物品一用 难得太子殿下有此雅信 钱老爷自然拒绝不得 岳北义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既然想要献一抚琴 大可不必如此麻烦 直接去将本王的暖玉雪琴拿来 想必姑娘一定会喜欢 听闻如此宝物 可是皇后娘娘的嫁妆之一 难得一见的某些人 早已眼红得快要发了疯 到底小剑人什么身份 他也佩服太子殿下的琴 清代更是极度的胳膊 快掐死了 看来平日里 果然还是小桥的无事无争的剑梯子 而钱老爷吃惊的脸上 更多的很是意外 怎么殿下突然登门拜访 还对抚琴献意这么感兴趣 面色平静的伴侠 只觉得莫名其妙 虽然他真的很想拒绝 不想欠渣男的人情 可眼下还是抚琴要紧 况且又不是他乐意见 当婉转动听的琴声 此起彼伏 围观之人无不夸赞 丁小姐真是绝好奇 可伴侠看到如此熟悉的物品 摆在眼前 不由自主回想起 岳北义教他抚琴的温暖往事 伤害过他的人 怎么可能值得原谅 丁霜都自知自顾如人 听到如此情侣 只有岳北义能听出几分缘由 可就连当事人都不知道 下下一向柔美的曲风 怎么会变得伤感幽怨 仿佛心如死灰一般 钱老爷连连赞叹 伴侠姑娘真是技高一筹 如今胜负已分 还请各位点到为止 伴侠对友谊褒奖的言语 并不感兴趣 若是他当年能从渣男身上 学会一丝心机 也不至于在潜意识里 死得那么悲惨 看着太子似乎还沉浸其中 不禁询问殿下 您觉得意下如何 既然是下下赢了 那他也就好办了 岳北义满脸严肃 虽然赢了有奖 输了不会择讽 只是看丁小姐的样子 好像有点不服气 怎么连那最基本的认输态度 都没有呢 九五之尊的太子殿下 居然气势威压 震惊整个公爷府 还说本王一定不会放滚筒 丢尽颜面的丁霜 吓得不寒而栗 本以为登台现役 遭人抢尽了风头 已经足够丢离 可眼下就连太子都亲自威压 让他顶着堂堂御史之女的身份 竟给一个村姑赔礼道歉 岳北义直接帮下下出了一口恶气 这下他想低调都不行了 来人 传本王的命令 既然要后五小姐颇有才华 看在情义相投的份上 就将暖欲雪情赏赐予 殊不知 此番暗送秋波 彻底把半下 推上了受人非议的两难境地 一阵喋喋不休传入耳中 议论的焦点 无非是他配吗 今日的太子殿下 真是百般古怪 先有点名献议 后有美情赏赐 怕不是有意拉拢五小姐的爹点 想要将其收入麾下 可人尽皆知 侯府除了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夫人 并没有在朝中 牵扯任何黑恶势力 半下明知说是赏赐 实则有意相赠 可暖欲雪情 乃是宫中权贵都不能急的 他一个侯府五小姐 怎敢收此大意 听到如此回答 也在越北意料之中 而起身从高台之上 走下来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想好了对策 看着面色不悦的殿下突然发难 要后哀求收回成命的语气 都有些说不利索 小女自幼就生了个酱脾气 想必她自知 配不上您的一番美意 这才斗胆出言推脱 而目光坚定的越北意 丝毫不顾老臣卑躬屈膝 静止走到下下身边侧耳低营 你若执意捂逆我 本王一辈子都不会放滚 半下好想逃 可命中注定的聂元 他却怎么都逃不掉 随着太子殿下大步离开 就出嗓门大的仓术 豪得最厉 好在惹不起的煞心终于走了 你看把咱爹的腿都给吓软了 要猴都快被逆子气死了 小兔崽子说话这么声张 都不考虑老夫一把年纪 也是要面子的嘛 一旁看热闹的清代 都急得牙痒痒 真想不到太子殿下 怎么会这么偏袒半下 难道只是因为 小贱人的情谈得好吗 今世连忙安慰女儿 虽然这一点 他也很出乎意料 可任凭浪蹄子多么讨人喜欢 他都有谋略已久的绝好对策 看来是该安排 潜伏已久的墨北商人 朝着除了有钱 只剩下蠢的仓术传递消息了 简不断理还乱的聂元 竟把浪荡公子哥也牵涉其中 就连重生过后的半下 也忍不住感叹命运的不公 原来今末并非表面 看起来玩世不公 只等宴席过后 便将一切事情的真相 全盘托出 半下不光得知 一向新兴作态的大哥 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好人 还早就看穿金氏的恶毒嘴脸 故意装聋作哑 想要暗中自保 可本该高兴的场面 却因一句话说得他忧心忡忡 今末毫无保留告知 他早与钱府公子相交甚好 也时常住在府中 一起研究文涛武略 至于为何会一身黑衣打扮 出现在后花园被你发现 完全是听信太子殿下的命令 暗中在为他谋权效力 他暗里今日本应 做掉混入钱府的末北奸细 却没想到误打误撞 北奕的心都有了 可现在自己的亲大哥 却成了他的党女 今末不知这么多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看得出妹妹没有以前爱笑 不过你会掩饰人 竟能看穿金氏的虚伪面目 他这个当哥哥的发自内心 很为你高兴 半下不想让大哥 看出他有什么异常 硬着头皮强颜欢笑 都是你太过夸奖了 今末总觉得 妹妹有什么难言之意 可实在不愿多说 他也不好意思继续追问 想必二弟身体日渐硬朗 也全都是你的功劳 但以他的聪明头脑 如今完全可以将继母的种种恶行 告知于他 至于脑子一向不灵光的三弟 显然已经被诱骗地 把他们当成自己人 还是先别告诉他为好 半下咧嘴一笑 表示特别赞成 若真的全盘拖出 恐怕用不了多久 便会被出卖得欲哭无泪 如今最好的计策 还是先按兵不动 只等金氏狗急跳墙 自己露出狐狸尾巴 咱们也好趁机撕开他的虚伪假面 彻底让蒙蔽已久的爹垫 看清继母的真实嘴脸 这边回府的马车刚停到府中 乡竹满脸惊慌失措 大喊小姐不好 听说仓术在茶居 要跟一个漠北商人秘密交易 还把受不得风的梁江 带着一起去了 他实在觉得是有蹊跷 可一时又拿不定主意 只好等小姐回来 亲自订阅 金墨不用想就知道 不学无数的三弟 又要捅出篓子 担心之余 恐怕会连累二弟 一起跟着杯黑锅 半下猛然警觉 莫不是前十三哥 被人污蔑偷到宝屋的事情 就发生在今天 看来必须得亲自跑去掺和此事 金墨也正有此意 可刚想起身 一同前去 就被半下出言阻止 经过潜伏一事 极度心切的清代 肯定会怂恿继母 在爹爹面前煽风点火 为了不被他们借题发挥 大哥还是在家帮他应付一下 不学无数的三哥 千里送人头 还连累倒霉的二哥 一起遭了殃 得知消息的半下 费尽功夫登门捞人 竟意外得知 天机楼主定下了一个新规矩 走到香茶居门前 看着威严不容侵犯的大牌匾 说实话 她的心里也慌得没底 人尽皆知 这可是名震江湖的天机楼产业 岂非一般人能踏足此地 不想在手下得知 是侯府的五小姐登门拜访 竟客气地还要亲自带 扮下一脸匪夷所思 传闻惹不起的天机楼 可是古怪得很 怎么会笑脸相迎 还这么轻易地放她进去 看着对方面路怀疑 下人实不相瞒小姐 您有所不知 自从天机楼换了新楼主 就定了一个奇怪的规定 凡是五小姐亲自出马 他们都绝不能怠慢 若有违抗命令 或私下议论被发现者 一定活不过明天 听到这般说辞 是半下怎么都想不到的 虽然一时猜不出 是谁只是好在 总算帮了一个大忙 二楼厢房内 仓术颇为大喜 真不愧是从 漠北商人手里讨来的宝贝 光看橙色就知道 妹妹一定会喜欢 梁江仔细端向眼前的血红珊瑚 无论是从质地 还是外表都足以算得上 货真价实的上品宝物 那还等什么 赶紧掏钱买下 送给妹妹做成人里的惊喜吧 可还没等出手 多亏半下及时赶到 慌忙推开房门大喊 万万不可 仓术眼见苦心准备的礼物 差点暴露 赶紧起身挡上钱 想要糊弄过去 奈何半下眼光毒辣 一脸严肃 你挡什么挡 我可全都看见了 梁江健壮坦言 特意为你准备的 不知你可还喜欢 半下的脸上 没有一丝笑语 追问到底是用什么东西交换的 该不会花了很多钱吗 仓术一脸傲娇 也没花什么钱 就是把一直戴在身上的金钥匙抵押了 怎么样用来买下这个血红珊瑚 有没有赚到 半下恨得咬牙切齿 你最好 别告诉我把娘留下的唯一遗物给当 嗯 不然哪 我可没钱 梁江瞬间怒了 你刚才不是还说 咱俩对办出钱 合着你说 好不容易攒了一百两零花钱的鬼话 全都是骗人的 不想撒谎诚信的仓术 非但没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 反正初衷不都是给妹妹买礼物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半下要不是有正事要办 真恨不得大嘴巴的抽死他 转身拍案叫嚣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血红珊瑚又是从何处所得 墨北商人被问得有些心虚 狡辩老子想做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得着你来插手 你若真的安分手挤 为何说不清此物的来历 明明贵弱珍宝的血红珊瑚 你尽低价卖出三百两 难道不该被人怀疑吗 况且支支吾吾狡辩辩的样子 早已将你出卖 执意满口无言 该不会想要给两位哥哥 带上非奸吉道的罪名吧 听着妹妹说出如此决绝的话 仓鼠简直恼怒极了 她可是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邀请到这位墨北大哥 带着宝物钱来 虽然价格确实有点不同寻常 可这也不是你不领情 还乱发脾气的理由吧 梁江迟一片刻 总觉得事情有些捉摸不透 按照妹妹的脾性 断不会做出伤害兄妹情义的事情 该不会其中的缘由 都跟这个血红珊瑚有关 男人是个养尊处优的废柴 每次在外面犯了事 都需要骨肉连着筋的妹妹 去给她顶包 可别人掏心掏肺为她好 她却不知所谓 还责怪死丫头 不该多管闲事 伴下冷哼一声 虽说血红珊瑚稀罕得很 可来路不明的东西 她宁死都不想要 墨北商人知道自己行事败露 便想趁乱借机逃跑 可刚把东西匆匆收起 就被女人拦路 喋喋不休 只见办下拼了命的挡在门前 你要是走了这件事情 可真就说不清楚了 劝你实相的 还是老老实实等着见官吧 官府内明镜高悬 悬挂于顶 一个白发老人 多谢大人明察秋毫 才能让传家之宝 重见天日 她竟然老糊涂到 锁在箱子里的珊瑚 被贼人偷了去都不自知 若此番真的找不回来 可真就成了千古罪人 听到老国旧夫人如此说辞 仓术这才发觉 自己差点闯了大祸 要不是妹妹执意拦着 恐怕偷到宝物的罪名 可真就落实到 她跟哥哥的头上了 梁江身躯一颤 但是偷到的罪名 就已经是官仲大 若是偷了皇上 亲救母宝物的罪名成立 恐怕最后的下场 真的难以想象 办下总算松了一口气 此事一定跟金氏脱不了关系 好在一番苦心都没有白费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转眼多谢大人公正言明 只是此事 既因自家府中的奴才 给三哥牵线而起 不知您打算如何是好 府尹会议倾笑 既然有了始作俑者 此事已经水落石出 他自然不会放过 那个弄虚作假的奴才 老国旧夫人 看着形势有理有度的要后小姐 一时间眼中充满了赏识 不知你从何得知 此等宝物就是脏物呢 扮下语气含糊 如此价值连城的东西 可是千金难买 而那个商人竟然愿意低价卖出 不用猜就知道 一定有古怪 如此机灵聪明 都把老国旧夫人欣喜得不得了 总之 这份恩情老身已经记下了 日后只要姑娘有需要 尽管开口便是 办下多谢老夫人抬爱 她都被说的 有些受处若惊 这边刚回到府中 得知此事的要后 已经准备好了长鞭子伺候 没想到逆子自己惹祸还不够 竟差点连累梁江 也跟着筑下大作 金氏本以为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却没料到这么快就东窗事发 还好早已让买通的奴才 畏罪潜逃 不然真会引火上身 当看着要后如此动怒 她依旧扮演着虚伪假面 老爷何必对自己的儿子大打出手 若人不解气 执意不肯收手 妾身愿意跪在地上一起受罚 清代自然跟母亲一条心 现在越替她求情以后 仓术犯的错就会越大 可看着丝毫无动于衷的办下 就气得不打一处来 怎么说 哥哥都是为了你 才跑去买血红珊瑚的 如今怎么倒是 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办下暗想 真不会是一对恶毒母女 就连演起戏来 都这么让人恶心 爹爹这么做 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不知情的哥哥 就算已经知错 也该受罚挨打 才能长长记性 自从妹妹有了上次 挑拨离间害的 她被爹爹打得屁股开花 仓术对她这番言语 完全是在意量之中 可下一秒办下扑通跪地 让爹爹要打恋 她一起打就很意外 梁江深知妹妹的一番苦心 劝诫爹爹 是该有气往外撒 可别气坏了身子 她也愿意陪仓术一起受罚 只求经此一事 都能长长记性 要后难得看到 一家人跪得整整齐齐 瞬间气昏了头 扯着脖子嘶吼 眼下小兔崽子 一个个真是出息了 都敢不把老夫放在眼里 本是挨打出气的时刻 一旁沉默不语的祖母脸上 进入出了些许欣慰 他们是应该打 而且要狠狠地打 只有这样受过苦 才能兄妹一条心 想必日后 就没有过不去的卡 听着皮鞭的声音 打在身上皮开肉绽 清代的心里 别提有多得意 可预感不妙的金氏 却看出了其中端倪 经过老爷这么一打 恐怕都把蠢货的感情 打到一起去了 这让他日后 还怎么轻而易举地挑拨离间 更何况 身份败露的奴才 可是他从娘家 带来这么多年的亲信 不知经过此事 老爷会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 岳北义终于查到 谋害下下的毒蛇 是谁掉了包 可幕后黑手的真实身份 却让他这个太子 也奈何不得 梅子初发誓 他真的不敢有一点私心 那日只是跟着母亲 深知此事必须到此为止 若非要继续追查下去 恐怕会让下下万劫不复 而说不清道不明的这层关系 不知道皇后 为何要做出如此毒辣的狠事 此时咒风突然前来禀报 恐怕主子操不完的心 又要跟着悸动了 属下刚刚听闻侯府五小姐 宁愿被打 也要烫血红珊瑚的浑水 估计这会儿 已经被要侯打得遍体 淋伤掉了一层皮 岳北义心头一惊 不用想就知道 下下一定是掉入了 别人设计好的圈套 可她此时身在宫中 犹如被束缚的惊弓之鸟 有太多阻碍 或使她不得不捏紧颤抖的手 祈求丫头能化险为宜 这边给伤口上要的丫鬟 都快心疼坏了 小姐你疼不疼呀 要是真的可以 少要多希望疼的那个人 是她该有多好啊 不曾想 这一幕被满载而归的秦若柳 撞个正正 怎么她才出去了 没几日府中 就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然而 伴下顾不得伤口带来的痛感 一心想知道 她研发的美容养颜霜 到底卖得怎么样 秦若柳不敢怠慢 赶忙将沉甸甸的银票 双手奉上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按照您的法子 竟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全给卖光了 伴下瞬间开心的激动战棋 仿佛这一刻 什么伤口都不疼了 这段时间 一直被继母苛扣 吃穿用堵 日子别提过的能有多久破 如今赚得盆满钵满 终于可以挺直腰板 有钱花了 不过一码归一码 这次的事情 多亏你不辞辛苦东奔西走 这些银票 全当是她的一点心意 尽管收下就好 秦若柳双手接下不胜感激 要不是小姐收留 她在府中又给了 出门历练的机会 想必也不会有她的惊天 扮下一点欣慰 看来此人前世能干成大事 今世也一定不会掉链子 既然回来了 就在府中多休息几日 等她抽时间 再练制一匹养颜霜 就让你拿出去办 岳北一把所有的偏爱 都给了下下 可她却一点都不领情 只因第一次遇到 这么投缘的男人 还是在上一世 可明明差点就走到了 幸福的尽头 为何说爱的人是她 让万劫不复的人 也是她 重活一世的半夏 在不愿跟骨子里 讨厌的男人 扯上半点关系 不料脸皮后的岳北一 竟然三番两次闯入规格 还趁着夜色偷偷摸摸 半夏慌忙扯上凌乱的衣服 她真后悔 怎么前世昏了头 会喜欢上这种人 你来干什么 不知道男女有别吗 岳北一思念 下下想得睡不着 可嘴上偏要打着 白玉雪晴的旗号 过来看看 半夏嫌弃的一丢 赶紧抱着你的宝心离开 她多看一眼 都觉得恶心 岳北一早就被这些话 伤透了心 一时不疼不痒 似乎已经免疫了 只不过送出去的东西 何来要回忆说 万一被皇后问起来 你岂不是没办法交代 思来想去 还是把情留在这里 她隔三差五 过来看看最稳土 两个人的极限拉扯当中 半夏总算见识到了什么 才叫真正的无奈 既不能退了古琴断了念想 也不能阻止此人半夜敲门 可真是晦气 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其实岳北一在心里 早已盘算了几十遍 若连这一点应对的手段都没有 她还怎么时常过来看望下下 说真的 上次提起的看病一事 希望你可以早做准备 近几日 天机楼老阁主的身子 日渐沉弱 恐怕已经不能再等了 半夏震惊不已 此人在江湖 可是名声显赫 就连皇上都想得到 背后的势力支持 想必 他肯屈尊开口 其中的目的 已经不言而喻了 看着处处提防他的下侠 岳北一的心里 比被人打得还要难受 如果可以 明日自会有人将你蒙着眼睛 带入天机楼 总之 我不会害你 你也不用多想 半夏怎么可能不多想 若你说不出缘由 他一定不会去的 若非要问个理由 老阁主经营天机楼得高望重 只要你能保了他的性命 日后人脉资源一呼百应 还怕对付不了欺负你的人吗 半夏心动 他确实很需要有人 能站出来帮他 可那个人是谁都可以 唯独不希望是眼前的复兴汉 岳北一盯着迟疑的眼神 步步逼近 怎么 你还是不肯信 看着一脸打一枚安好心的人 故意挑逗 半夏连忙后退 试图用撩头发缓解尴尬 大不了我去就舍 但太子殿下 必须要答应他提的一个想要求 半夏被男人紧紧抱住不撒手 又是耍无赖 又是求你不要走 岳北一究竟为何失去了理智 难道被偏爱的人 就应该有恃无恐 就在刚刚半夏 被男人步步逼近 如果只是为了救天机楼主一命 他自然不会拒绝 可单凭你的处事风格 如果不答应明天夜里 将他平安送回 就算以性命作为要挟 他也不会应允了此事 岳北一眼间下下处处防备 不过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他答应了便是 不知你身上被皮鞭抽打的鞭伤可有好些 千万不可轻举乱动 撕裂了伤口 半夏听着像是嘘寒问暖 可在他的心里却认为是虚情假意 如果殿下深夜到访的目的已经达成 没有别的事情 还请快速离开 因为多待一会儿 他都会压抑地喘不过气来 岳北一心灰意冷 你是在说我虚情假意 殿下何必这般动怒 你本就无心 又何处来的真情实义 想来 我若不在院子多加几个事务 恐怕日后夜夜都得被你光过了 听着句句扎心的说辞 岳北一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句 我若真的想来 就算你安插多少个侍卫 都挡不住我 记得小时候翻窗 让陪着一起睡觉的那个人是你 如今被迷得六神无主 才趁夜前来 听你的意思 倒全成了我的错 岳北一越说越生气 一时竟耍起了小孩子脾气 既然你张嘴闭嘴 都在说我的不是 那本殿下偏要赖在这里不走啊 伴下不想再继续辩解 他张嘴所说何事 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 若你非要死皮赖脸 那这件房子让给你便是 岳北一彻底恼了 扯住胳膊 死死抱住不松手 就算天下人都在说我的不是 那你也不应该多说一句 此时的伴下笃定 男人不过是心有不甘 才会百般纠缠 而与他你浓我浓的深情时刻 不过就是别有所图的一场阴谋罢了 混蛋你快点放开我 真是不要脸的狗男人 突然张嘴咬下的痛感 让岳北一心头一粗 如果这样可以让你好受点 那就狠狠地咬吧 面对死不撒手的男人 伴下无奈地松开了口 可还是挣扎拜托 不要把人抱得这么紧 他都被勒得喘不过来气了 不止一次想要跟你坦诚相待 可不知为何 每次一靠近你 总是莫名恼凶承诺 想要推开我 真的有那么一瞬间 多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 不要在每次靠近你的时候 刻意忽略我的感受 难道那么美好的曾经 不值得有一个两情相悦的结果吗 伴下听着说辞 好像感同身受 回想起了回不去的曾经 可那又如何 不过是复兴汉权衡利弊之下 舍弃掉的不堪过往罢了 难不成只因几句话 他就共情到脑子进了水 选择重蹈覆辙 白活一世吗 哼 真是可笑 岳北义看着夏夏的表情 已然得到了答 不管他怎么坦诚相待 眼前受过伤害的女人 都在不愿听信他说的话 可不管你信不信在内心深处 我都是敬重你的 如果真的是我该死 到了必须放手的那里 我宁愿让你好过 也不会再纠缠半分 动不动就 公主抱的小狼狗 本想给夏夏全部崇拜 怎料看见雪白的肌肤 竟有些情男自惊 差点想歪 岳北义明明趁着夜深人静 都换不来一句合理的解释 可就在这一刻 男人真的不想等了 拉起小手来了一个甜蜜的亲吻 不管夏夏到底在担心什么 他都会不离不弃 拼死香 半夏再也忍不住脾气爆发了 我警告你 不要摆出一副无赖的样子 令人作呕 不想话只说了一半 岳北义突然将人打晕 说了一句对不起 想来在外人面前 高高在上的太子眼下 被逼得束手如策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打消了夏夏的一腔怒 当轻轻将人放在床上 本该离开的岳北义 竟有些流连忘返 奇怪派到乡下追查 夏夏性情大变原因的暗卫 虽然只查到落水之后 性情大变别的事情 再无其他 莫非他竟手足无措 到了想给丫头找个道士 做做法的地步 可看着昏迷不醒 还依旧迷人的样子 岳北义突然神情恍惚 差点缠上了半夏的身子 好在强大的内心足够理智 当拿起药膏为伤口 涂抹药物的时候 倒也没做出 有失体统的混蛋事 不想刚按耐住性子不过三秒 跑端端翻个身的功夫 怎么衣服还滑落 非礼物式的岳北义 猛然一顿 此时内心早已砰砰直跳 乱得不行 其实他一直以为 只要等到跟夏夏重逢之时 一切幻想许久的事情 都会顺理成章 多希望两人能互表心意 父皇赐婚白头邪老 那样他就会成为 全天下最幸福的奶 只见幻想过了头的岳北义 凑近了脸颊 一心只想把得不到的夏夏 吃干母镜 可就在唇齿接触之际 他的一念之差 差点毁了夏夏的清白之躯 多亏清醒的及时 一把扯住滑落的衣服 才守住了最后的体面 岳北义缓缓盖上被子 从一开始 他要的 只不过是想守护在身边罢 转眼准备起身离开 也不忘吩咐暗处守护的隐位 无论如何 都要当上侯府的新管家 只有光明正大站在名处 才是对本殿下的最大用处 女人为了履行承诺 赶到天机楼 替老阁主看病续命 不想遇到诡异老者 质疑医术 多亏神秘男子突然出现 才能避免两人大动干戈 这边伴夏刚睡醒 就听到大哥 要支身前往墨北 墨地也是为了 给前世聂元的狗男人卖名 可尽管心里有多么不满 脸上 硬要强颜欢笑 表现得像是支持大哥的决定一样 不放心妹妹的 金墨再三叮嘱 此番府中 挑选的新管家 一定要避开金氏耳目 其中道理伴夏 怎会不知 有关金氏的所作所为 想必祖母已经提点二哥了 往后只要几人强强联手 削弱继母的实力 也只是时间问题 如此甚好 悄悄告诉你 那天爹爹打我们的鞭子 多半抽在三弟身上 此时他正疼地嗷嗷叫唤 一时半会儿 惹不出来什么大麻烦 伴夏自知 爹爹是疼爱我们的 日后只要照这样下去 肯定能一血前耻 为所有遭遇报仇血缝 转眼看着大哥离开的身影 躲在门口窥探已久的狗男人手下 也该献身了吧 启禀吴小姐 我是听从命令 刻意前来接您 去给老阁主治病的 伴夏并未多想 反正月北一心思再坏 也不会拿此人的性命搞事情 当诡异老者看着眼前的丫头 不过是平民一个 实在察觉不出 有什么技高一筹的医术 面对质疑刻意伪装面容的伴夏 淡定自如 老婆你大可放心 只要按照他交代的事情去做 让老阁主多活几年不成问题 好在手中的无字医书帮了大忙 不然他也不敢说出如此大话 而诡异老者看着丫头口出狂言 你未免也太会说大话了 老阁主身体亏空 乃是寄劳成疾 起飞一时三刻 就能妙手回春 话虽如此 就算五脏六腑全都衰竭 只要尚有一口气在 他自然有救人的办法 只是再好的方子 也得需要时间调理 少则小几日 多则大几年 也不无可了 诡异老者眯眼一笑 难道丫头不知道是要三分毒吗 若随意诊治 恐怕会雪上加霜 非但不见好转 还会适得其反 看似苦口良方 实则是调理身体的药膳 只要让老阁主口服几日 再加上失真散毒 到时候 定能事半功倍起死为生 此时拿到药方的诡异老者 才看出其中的精妙之处 看来他是目不识人 看清了丫头 如此堪比先方的药膳 老夫真是自愧不如啊 哪里的话 老伯此番严重了 数碗被无礼 不知老阁主 想要起死复生的决心有多大 换句话说 有没有可以刺激您求生欲的人 若加上外人的刻意干扰您痊愈的几率 才会更大 诡异老者 吓得连忙堵住肆意妄为的嘴 难不成丫头救人不成 还想把老阁主给气死呢 原本开出的药膳 本以为乃是天赐良方 你又怎能出而反而 询问刺激心态之人 突然一声训斥的声音大喊放肆 此人启容得你在这里出言顶撞 警告你 最好按照丫头说的方式去做 不然别怪他这个当少阁主的 不讲情面 诡异老者 吓得腿软跪地 都怪老夫有眼无珠 才会一时心急 出言不训 扮下看着眼前的男人 总觉得似曾相识 不知我们先前可曾见过 你又是否认怒我 男人一边顶着天赐楼少阁主的 邪君身份 一边又是大越国九五之尊的 堂堂太子 可他明明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地位 却非要掩盖面容 借机打探下下变心的真实原因 但这也不能怪他煞费苦心 要怪就怪痴心一片 不能自己 眼看所见之人 正是天赐楼的新任楼主 伴下虽然有种 似曾相识的念头一闪而过 可他却也不敢轻易开口认人 邪君自称是大越国太子 被见五小姐医术高超 不知你们的关系 可否到了兄妹相称的地位 又或者比这还要 亲近圣似男女之情 少阁主这是说哪里的话 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者 怎么可能跟身份尊贵的太子 攀上关系 听到下下急于撇清关系 邪君的心里 竟然有种失落的隐隐刺痛 看五小姐的神情 似乎有些讨厌大越国太子 不知其中避之不及的缘由 是否有些剪不断的关系 伴下冷笑出声 原本只让他看病救人 也没说少阁主这么爱打听八卦 既然他的医术得到了您的认可 不知是否有机会 能跟天机楼 做一些有关药品的小买卖 邪君可谓看透了下下的脾性 这丫头到底能有多缺钱 就连出门在外 也想着赚钱的营上 若五小姐有意为之 她自然不会开口推脱 可本阁主心中有一事不明 假如你有一颗仇恨之心 会因为什么原因 性情大变 伴下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能让少阁主困惑已久 对待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只需杀母师兄虐子夺夫 足以摧毁一颗仁爱之心 邪君等得到答案的一瞬间 被惊得瞪大了双眼 难道下下在未见面的这么多年 居然经历了如此凶狠之事 可他何时做错了什么 怎么连最想的一哥哥都不爱了 不知为何 伴下总觉得眼前的人有些古怪 本以为纵横江湖的天机楼主 会是一个不好相处的老谋深算之人 可今日难得一见 似乎跟想象中的截然相反 邪君并未回答 不如五小姐给本阁主把个麦可好 那是自然 可伴下身手 刚想接近之际 却突然翻脸无情 你到底还要装多久 就算刚才刻意对他的试探避之不谈 但你身上独有的气味 他就连做梦的梦眼 都是这种讨厌的味 眼见被下下无情拆穿 越北翼也没有继续伪装的理由 难道你就这么恨我吗 之所以认出身份 竟然是那股令你讨厌的味 而不是因为心里真的有 扮下眼神闪躲 不知该如何作答 或许只有你等到爱上清代的时候 一切不明所以的事情 自会不攻自破 根本不需要他在这里解释什么 老阁主刚被乖孙子 安排神医看病 就怒气叫嚣 兔崽子 恐怕要气死老夫 一言不合就开队的邪君可不惯着他 老阁主还是自求多福 何必为了多年前的往事气坏了身体 哼 你明知自己的生母 在多年前被毒妇谋害 竟然还能云淡风轻任贼做母这么多年 老夫可没你这么不孝的龟孙子 邪君并不介意老阁主对他这么称呼 或许对于养育之恩的皇后 确实不该太过热情 可这么多年能爱有加 他又怎能置之不理 老阁主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杀气 那个心狠手辣的毒妇 不过是逢场作戏 刻意武装罢 若有朝一日 你跟他触发了利益纠葛 恐怕生母当年怎么被害死 你可能也会落个同样的下场 都是为了他好 就算顾忌邪君的身份 也不会感情用事 耽误了立国大业 倒是老阁主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 只有好好活着 才能看见大仇得报的那天 诡异老者 看着毅然离去的身影 意识尽有些愤愤不平 不知少阁主 到底是为了故意刺激 引药入体 还是真的不忍心 对皇后娘娘下此毒手 自知驴脾气降不过的老阁主 哀声叹气 提起隐瞒许久的邪君身份 就一脸嫌弃 单凭他这个不听劝的性子 要是刚才那个姑娘 能看上他才怪 诡异老者对老阁主忠心不二 实在担心 这样下去 非但报不了仇 还会隔阂了你们祖孙两人的关系 不知都到了这个地步 您为何迟迟不肯 将皇后所做的另一件毒事全盘托出 也好彻底让少阁主断了念想 跟他来的鱼死网过 老阁主又何尝不想 但让他得知 邪君的身份 已然令孙子接受不了 若是提及了那件事 恐怕会杀人诛心 适得其反 好在选妃之日越来越近 就算咱们不搞事情 这个毒妇 也一定会让孙子 取他的心仪之人 诡异老者听闻此话 才绝口不提当年之事 想必两个孩子人各有命 孰是孰非 也早已注定 可老阁主的眼神充满了怒气 正所谓一忍再忍谁还能忍 今日归孙子 敢出眼顶撞 要是不捉弄你他 老夫的颜面 还有何可言 既然他对妙手回春的神医青睐有加 你现在 就放出消息说 他们今晚就要在天际楼中奉命成婚了 伴下不得了 单凭做药膳的功夫 就把权势谋略参透的清清楚楚 京城之中 唯有四个家族 心焚手辣不好对付 虽然岳北义是皇后之子 可金秦两家 自然不会看着他 一人称大 势力横生 更何况 容贵妃有端王之子 金贵妃有小太子称妖 只要处理好了微妙关系 就算她为了报仇刻意投靠 也未尝不可 突然一声五小姐更衣 打乱了伴下的思绪 好端端怎么拿来一袭红衣 不知是谁让你们来的 可还未开口岳北义 就抢先坦言 他被老阁主逼婚了 都怪你出的邹竹义 为了让他饮药入体 这才气的老爷子 大动干戈 闹了这么一出好戏 伴下一听就急了 就算想要逼婚 也得经过本人同意吧 真想不到名声显赫的老阁主 办起事来 竟会这么不靠地 岳北义耳朵都快被吵炸了 你要有时间说废话 还不如多跑两步 万一真被抓回去 说不定压债夫人的身份 就成你的了 不想刚一转头 差点被手下发现行踪 多亏岳北义机智 才带着女人 跑到桥下躲过一截 伴下总觉得是有蹊跷 该不会是你和老阁主 故意设下圈套 想要逼梁为娼吗 岳北义伸手一把抓住胳膊 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每次都能被你误解 可这件事情 真的是你想多了 就算要迎娶五小姐 那也要正大光明 十里红装 不然都对不起 这么多年的情投意合 听着一本正经的说辞 伴下竟然有种 说不出口的憋屈 殿下确实挺情投意合 可那个人不会是我 诡异老者早已目睹一切 自然理解老阁主 对孙儿的一片狗心 于是故意走到附近诉说 狼才女帽情投意合 若有一长长久久 为何不趁机将婚事罢了 说不定在老阁主的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重孙子一 伴下似乎听出话中有话 不禁怀疑 岳北义跟老阁主的真实关系 难道只是接任天际楼这么简单 其中一定还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岳北义扑斥一笑 你是在关心我吗 可这种隐秘的事情 怎么会告诉你 让人深陷淋雨呢 伴下一看到 故意凑近了身体 就恶心地不行 拜托说话归说话 请注意殿下的太子身份 就算你现在不想说 总有一天 他也会通过别的方式知道 岳北义又惊又喜 这还是回京以来 下下第一次 对他产生了关心的想法 不过 你放心 他自然不会避凉为常 这就想尽办法 把你玩好如初 送回要侯府 隐藏在京市内心许久的积怨 都未曾爆发 可得知情敌生的小贱人 竟然跟老祖母串通一气 对付于他 瞬间燃起了 一不做二不休的杀人诛心 伴下一天都没在侯府 可刚回到府中就发现 岳北义的亲信 竟然顶替了新管家之位 基于刻意装作平易近人 还请五小姐别嫌弃 他的新管家身份 只要有他在的一天 自然刻进职守 不拟周全 原本伴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听闻老祖母的说辞 就明白了一切 争强好胜的金氏 本想让自己的人登上此位 奈何给予表现出色 又有前祖母亲自推荐 要后这才博了金氏的面子 答应了此事 梁将让妹妹尽管放心 既然看清了继母的虚伪假面 只要事在人为 终有一天会大仇得报 老祖母自知此事急不得 为今之计 能将金氏做的假账 查得清清楚楚 自然再好不过 伴下的脑袋一团乱麻 自从金氏赌掌大权这么多年 其中的黑账 就连爹爹都一无所知 恐怕真要查起来 必须得费尽了工具 不想门外偷听的丫鬟胆战心惊 如此密谋之事 必须要立刻禀报夫人才是 突然霹雳啪啦一阵乱响 桌子上的茶器 被金氏摔了个稀碎 真是可恶 虽然老祖母久居身堂不问世事 可怎么都没想到 过了这么多年 她还是起了 未月双那个狐狸精 报仇血算的心思 偏偏老爷表面云淡风轻 看不出破绽 私底下也对小剑人的生物 想念得不行 看着追随已久的主子 差点气坏了身体 城府颇深的老奴 倒有一条万无一失的妙计 既然他们惦记上了账本 为何不火烧账房销毁证据 就算要后真的查起来 大不了找个芦菜背飞锅便是 金氏原本不想这么快下此狠手 既然小剑人有老祖母撑腰 那就用尽手段 尽管斗吧 可就在夜晚火光一片的账房隔壁 喝醉酒的药后 正在书房醒酒 看着猎虎焚烧的气势 恐怕他已经被蔓延的大火包围着 出不来了 金氏赶到后猛然发现 自己亲手火烧了心爱之人 尽管他心仇旧恨蒙蔽了双眼 可从没想过有这么一天 金氏明明心狠手辣 可面对心爱已久的男人 还是起了恻隐之心 直到老奴终言逆耳 为了让小少爷当上侯爵之位 也理当以大局为重 这一刻金氏铁打的心 被撕裂痛到了极致 这真的不是他的本意 如果可以多希望跟老爷相伴余生 正当决绝之下 不得不接受已成定局的事实 不想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是半夏顶着浓烟救了要后一命 差点经历骨肉分离的半夏 彻底被继母的毒辣手段 激起了杀心 两人瞪大眼睛 目光对视的那一瞬 仿佛已经正式发起了宣战 毒妇若在感动身边的人 一根手指痛 半夏一定血债血长 绝不手软 金氏被杀气吓得不寒而栗 却正巧看到老爷满身伤痕的躯体 眼看下人怎么都叫不醒他 都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找大夫 半夏看透了假人假意 熟悉的欣欣作态 只怕八成都是装的 好在提前动身 灌醉了毒妇的亲信 不然恐怕账本带不出来 就连爹爹都得被他放火烧死了 只是如此周密之事 竟然还能被金氏抢先下手 莫非老祖母的院子 还有他的眼线 没被彻底清除 这边收到消息的探子来报 真没想到一场大火 非但没把药后烧死 还被五小姐火海救人 这边激动人心的话还没说完 漫长之内 听到说辞的容贵妃 已经兴奋到做起 好一个药后嫡女 非但情继经验 得了太子的赏赐 又跟传闻中的天命凤女 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想必那个清代只有虚名 而她才是那个真正的福星 若是儿子能娶她为妻 一定宏图霸业 只日可待 不如明日便设计 让皇上来此一续 只要给出的理由 足以说服人心 害怕陛下不肯下指赐婚吗 身旁的老奴 直夸贵妃足智多谋 这么一来 不光能早日抱上孙子 还能帮助端王铺平了仕途 经过大火一事 药后深感女儿体恤 多亏你跟夫人酒卧床前照顾 不然她的伤势 也不可能好得这么快 前几日的事情 还历历在目 扮下心里甚是惭愧 若能早些冲进火海就跌跌 也不至于受了烈火焚烧之苦 药后看着自责的模样 要多感人 就有多感人 真不愧是她药后女儿 就连被称赞 都能有理有度 处处谦卑 突然一到圣旨 打乱了妇女浓情惬意 朕听闻药后受了惊吓 特意赐下圣旨 宜官体恤 指望宫廷玉要能派上用场 也愿爱卿的身体早日康复 可传话的公公 当将圣旨读到一半 突然大声报喜 药后府的五小姐 真是好福浅 陛下念在贤良书德端庄实体 特意赐下婚约 来年便与四皇子端亡成婚 伴下整个人都懵了 公公口中的四皇子 不正是岳北宣吗 心思独辣的贵妃 请止赐婚 将天命凤女请进家门 偏偏关键时刻 前往巴山暗中行事的岳北义 还没回来 这可把急语给急坏了 殿下至少要离家半个月 才能回京 若不将此事禀报于她 恐怕心爱的夏夏 真的要嫁给别人 可要侯敬又敬又喜 没想到学医世家 居然出了一位王妃 真是祖宗保佑天护侯府 此时今是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莫非小贱人 真的是传闻中的天命凤女 就连有权有势的端王 都想巴结一下 看着五小姐情绪如常的公公 很有眼力 明明是大喜的旨意 明怎么不接圣旨呢 这往后喜结良缘 可就得改口叫王妃了 半下寇谢陛下龙恩 但此事未免太过蹊跷 不知有没有人刻意到皇上的面前 美言几句 公公这才松口 此事乃是容贵妃自己求得 就连皇后娘娘 都帮着说好话的 这就说得通了 半下暗想 一定是赠情一事 让皇后起了戒地 可她明知岳北义有心 又为何偏要刻意阻拦呢 莫不是母子两人 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和睦 但岳北轩那个家伙 蛮横霸道 杀人如蝼蚁 一定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前世听闻 有人无意踩到了她的鞋子 竟把那人的脚都砍了 等回到院子吐槽命运故宫的同时 也但愿岳北义 不要再纠缠不清 她虽然不愿嫁给端王 但圣旨以下 只能自求多福 相逐听闻小姐奉旨成婚 也在替她打抱不平 不如去找老祖母商量此事 或许她能有独特的见解 这边跪地其福的老祖母 早已听闻此事 眼下金氏安插在身边的奸细 早上也刚被送走 如今此处并无外人 她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不得不说 半下看着黯然伤神的祖母 自知此事非同小可 不管她听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都一定控制好情绪 不乱了复仇的大计 担心秘密泄露的老祖母 刻意把隐瞒的名字 刻到了灵位后面 你可知 生母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 当看到月双的字眼扮下 才知道 事情的真相并不简单 可母亲不是同养媳吗 怎么会信书呢 难道当年被灭了满门的老书王 跟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老祖母的眼神满是忧伤 因为月双正是老书王的唯一女 而她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老书王的亲妹妹 先前之所以说错了 他们之间关系 就是想隐瞒真相 怕你们三兄妹多想 扮下震惊不已 她不敢想象 被灭满门的那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老祖母 早已哭得欺负成声 哥哥向来中军报国 应有无畏 当年却被奸人所害 污蔑她起了反叛之心 而敏感多意的皇上 自然容不下她 单凭金琴丁串通仪器联合上奏 就在一怒之下 灭了老书王满门 万幸她带着年幼的月双 逃出了王府 又遇上侯府老太太 薪资面善 收留了他们 这才隐姓埋名 跟老祖父 成婚生下了要吼 听到此处的伴侠 已然明白了一切 原来她的生母 竟然是书王之后 难怪像无字医书 这么珍贵的东西 会传入她的手中 老祖母双手捧着灵位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一切 断不可跟金琴丁三家 扯上太深的关系 他们可是你的杀父仇人 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此时的伴侠 似乎并没有先前 明知那对母子 不是省油的灯 她只怕你会往火坑里跳啊 伴侠抱着祖母心疼的 都想掉眼泪 不管前路如何 她都不能坐以待毙 况且 岳北轩对于赐婚的态度 还尚未可知 只要没拜堂成亲 一切皆有可能 恶毒金氏 带着女儿去白衣庙祈福 看似仇子观音 实则打着祈福的幌子 想要铲除了端王妃 少要猜不出 小姐此话何意 明知道有人要杀你 为何还要动身赴约 听闻此话的伴侠 语气略显平淡 如果不将计就计 怎么能撕开她虚伪的假面 总之不必太过担心 真要在回府的途中 发生了意外 你只管听相助安排便是 当觉慧师太看到不勇之子 虽然没当面提醒 但还暗示小姐 红有意见 不知可否听贫妮一句劝呢 伴侠总觉得 此人过于亲切 师太有话请讲 不必过于客气 觉慧师太并未多言 只是提醒回府途中千万小心 如生变故 可攻其欲 话敌为有方能脱困 伴侠自当紧记教会 听闻此话的她 猛然惊觉 如果跟岳北一联手 对付仇人 说不定解除婚姻是小 报仇血恨才是大 突然一阵声音传来 愣神过后 此人不正是岳北轩吗 她怎么有心情来这种地方 不想语气不善 开口一说 就让伴侠小姐 有点自知之明 本王已有心仪之人 根本看不上你这个相眼存孤 如此甚好 可陛下的旨意 你怎么不亲自去反驳 她一个弱女子说的话 又有谁肯听呢 突然一把鞭子 甩在眼前示威过后 岳北轩自知你人言微轻 本王特意前来 不过是想谈比交易 如果你肯配合她 娶了清代做王妃 老子未来 一定会跟你相处得很愉快 伴侠虽然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可姐姐什么时候跟她有一腿 果然是一秋之河 就连看心上人的眼光 都能这么准 只听毫不畏惧一正言辞 如果端王有情有义 他自然没理由横加干涉 但大越国最看重礼数 如果你想一夫娶两妻 恐怕会沦为笑 可若绝无此意 就得亲自去忤逆了皇上的面子 你真的敢吗 岳北轩都被气笑了 好一个伶牙立嘴的女人 可她满含杀气 最瞧不上别人在她面前过于显摆 老子劝你最好识相点 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看着嘚瑟离开的身影 扮下嫌弃的擦了擦下巴 怪不得岳北义得到太子之位 能坐那么久 原来几个兄弟当中 没一个脑子好使呢 这边脸红害臊的清代 已经迫不及待 跟娘亲说明了原委 其实早在一年之前 偶然相遇的岳北轩 已经表明了暗意 但当时的她 本以为满嘴胡话并不可信 没想到 现在被陛下赐婚一事 彻底激怒了她 还说非女儿不娶呢 今世看着娇滴滴害羞的女儿 高兴极了 既然你动了 真心她又摆明了娶你 她这个当娘亲的 势必要动用朝中外祖父的关系 也得成全了两人的美事 到时候 不光小贱人要高看于她 就连荣贵妃那个女人 也得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蛇蝎心肠的继母 为了帮助女儿 得到王妃之位 竟然不择手段 等不到回府途中 便让手下半成劫匪 想要趁其不备 毁了半下的清白 不想自导自演的好戏 惨遭对方无情拆穿 更害得心肝宝贝成了人质 大不了都下地狱 要死一起死 当串通仪器的假劫匪冲入房中 早已预感不妙的半下 已经恭候多时 后知后觉的团伙发现 被窝里没人 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可门外看热闹的清代 已经落入了手中 成了她威胁恶毒妓母 最有力的人质 这做法 无疑让金氏火冒三丈 她可是你的好姐姐 眼下怎么还没当上端王妃 就开始引火自焚了 半下直言 母亲可真是好得很了 一边提醒她 不忠不孝 一边威胁她人单力 可今日抵在脖子上的刀 下不下地去手 全凭她的一念之差 劝你要是不想白发人送非发人 还是赶紧后退一步 安排马车送她回府 被逼急的金氏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反抗不得 都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被车去 听到命令的老奴 自然不敢怠慢 既然马车都已背后 你怎么还不放了清代 半下时刻保持着警惕 惊慌什么 她怎么知道 回府的途中 会不会还有劫匪刺杀 目前只能委屈她 跟着一起同行了 想必她走之后 香烛一定不负使命 有了觉慧师太的帮忙 抓个劫匪藏在房中当人证 也是个不错的法子 看着急速离开的马车金氏的内心 却很是纠结 倒不是担心疯子会伤害女儿 而是担心回府的途中 会不会遇到真正的劫匪 这可是在地处偏僻的地段 万一真的遇上流氓匪寇 可该如何是好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 解决寺庙里的麻烦 你们务必清查此地的每一个角落 一旦发现 藏有可疑人员 宁愿杀错一千也断不能留下毁人把柄 同样忧心忡忡地扮下 也有些心神不宁 明明那些人都穿着军中的特制皮靴 没想到恶毒继母的手段 竟然能只手遮天 如果没有身份特殊的人愿意帮忙 恐怕她想从此事查起 真的会难如登天 清代看着敢用刀抵着脖子的贱人 也是反了天了 真不知道娘亲怎么想到 让她跟这种人同乘一辆马车 看着又气又怂的姐姐 扮下开心地笑了 反正只要你不开心 她就一定很开心 就喜欢你不服我 还干不掉我的样子 突然驾车的车夫大喊小心 一阵颠簸之鱼 急迟而来的案件 打得人防不胜防 当扮下探出头来 想要一看究竟 想不到半路 还能碰到这么帅气的角色猛男 可你打招呼的方式 未免有些太不礼貌 明明是侯服姐妹 可性格却有着天壤之别 卑劣自私的清代 一看见气势嚣张的劫匪 不光蠢的自爆家门 还亲手把妹妹推到劫匪怀里 小莫北王的手下 还未从见过如此欧言无耻之人 不如先让出卖队友的女人 吃点教训 再动手抢了他们的马车 忽颜烈没忍住 咧着嘴角感叹 还真是冤家路窄 他岳北轩看上的女人 也会沦落到被人出卖的一天 半下瞧着此人气度不凡 绝不是嘴中所说的劫匪 若按照他的说法 八成是墨北游牧民族的小墨北王 传闻他可是个所向 僻逆英勇好战的风云人物 曾一度开创了孤狼军团 击败过数不胜数的敌军 只可惜 屡次败在越北一的手下 但两人也同是对方强有力的劲敌 忽然一阵马蹄声奔涌而来 包围马车的同时还在出言警告 小墨北王不要不识抬举 越北轩一路追踪痕迹 总算在此处将对手围追堵截 施则居然为了大越国上古奉足保护 宁可装作流寇劫匪 四处逃窜 也不愿意暴露一点行踪 孤颜烈此生还从未怕过谁 别以为说了几句嚣张的话 就能达到不可告人的命 劝你指责别人 没有所图的同时 也不撒泡尿自己看看 难道你不惦记寻找宝物 妄想街机拉拢天机楼吗 而越北轩敢做不敢当 否认自己 有过这种图谋不轨的举动 你与其在这里多说废话 还是早点乖乖束手就擒吧 可忽颜烈并不担心他逃不出去 如果这次不能平安回到末北 自会有人飞鸽传书 将你所做的恶毒之事 一五一十揭发给大越国皇上 况且指名道姓的端王妃 就在此处 你能真的不顾及他的安危吗 一旁冷静分析局势的半侠断定 此事跟越北义脱不了关系 早就听闻上古奉族宝物 流传了几百年 先前已经在数十年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天机楼将此事就是重提 不知道身为少阁主的越北义 到底想掀起什么新风血 听到心上人的性命 被当作筹码威胁 从来不肯被女人驱使的越北轩 竟然奇迹地选择了退让 她手中的令牌 可在拳京城畅通无阻 你若肯放了他们 想要平安回到漠北 自然是轻而易举 不想最看不起别人 甲青高的胡言烈 并不肯善罢甘休 你手里只有一个令牌 却痴心妄想救下两个女人 可她偏偏喜欢强人所难 非要让你在两男之间痛苦抉择 清代酷的梨花又带雨 想必端王一定会选我的队 毕竟你曾经答应过 我无论何时何地 都会生死相随 此时 岳北轩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毕竟五小姐是皇上 亲自下旨选定的人 如果在这个结果眼上 真的出了什么差错 那她一定是第一个 难辞其咎 被问罪的人 因为从来不把希望 寄托在男人身上 就算伴下成了舍弃之人 也全在她的意料之中 面对两个美人二选其一 岳北轩冒着被治罪的风险 也要守护清代周全 可能这是她对女人 唯一做过最疯狂的决定 清代被感动得泪奔了 就知道 王爷不会让她失望 没想到半路遇上劫匪 也算是因祸得福 既能含了小贱人的心 也证明了 她在端王的心里有多重要 看到这个场面的忽颜烈 并不觉得意外 自从第一眼见面 就认定所谓的端王妃 并非是岳北轩的心头挚爱 反倒是一言不合 出卖队友的狗男女 含情默默的样子 间接确定了她 看破不说破的猜想 半下目送 唯一能救她的岳北轩离开 或许从不抱希望 就不会有所谓的失望 可她多希望 能有个人无条件地站在身后 哪怕什么都不说 只是静静地陪着就好 猛然一阵急促的声音传来 胳膊受伤 流血不止的忽颜烈 再也支撑不住 身体倒在了地上 半下连忙蹲下身体 想要为她止血看病 听闻墨北民族的好汉 有恩就报 或许凭借医术 可以为自己争取一个活命的机会 可情况紧急守护在身旁的侍卫 还是阻挡了行医的手 大越国都是奸诈狡猾的小人 他们的小墨北王 乃是千金之躯 怎么可以让你一个小女子 玷污了身体 你不信我虽情有可原 但继续耽误下去 恐怕她的小命不猛 半下自认无愧于心 又和谭阴险狡诈一说 此时怀抱另一个伤者的阿牧 想让她一 说来姑娘 肯平白无故救人 不过是想活命吧 你只要能医好这两个伤者 他们一定不会 对你造成任何威胁 半下松了一口气 终于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看你怀里的公子 像极了突发性急烧 好在她身上有缓解的药 能维持个一时半会儿 不成问题 其实她在说这话的时候 一眼认出昏迷不醒的病人 是女扮男装 但对方身份特殊有意遮拦 她也不好当场拆穿 马车一路颠簸 经过了整夜患药止血的忽颜烈 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 半下劝她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刚愈合的伤口 随时都有二次裂开的可能 忽颜烈整个人被惊讶住了 疑惑女人怎么还没死 按照阿木谷的性格 竟然肯放你一马 也是奇迹 哥哥这是说的哪里话 多亏了这位小姐守护照顾 你我二人才能逢凶化解 而且她还懂艺术 你舌了的胳膊 就是她给接上的 忽颜烈这才放心的接过要晚 看来她还是小乔侯府的五小姐 但瞧你避之不及的样子 好像对她这个小墨北王 很是不爽啊 突然马车颠簸得恰到好处 扮下一个没坐稳 跌倒在了忽颜烈的怀里 她看着邪魅匹帅的脸庞 竟一时尴尬到羞红了双眼 被及时推开的忽颜烈 觉得女人甚是有趣 一边满脸不屑 很是抗拒 一边又脸红心跳 出卖了色相 当扮下正准备说些什么反驳于她 一股熟悉到骨子里的声音 总算再次出现了 许久不见下下的岳北义 看着衣衫不整的小墨北王 特别不爽 看来她不在京城的这段日子里 心上人的身边 发生了不少让人闹心的事 气场全开的岳北义 压制对手到胆战心惊 真不愧是大越国的战神太子 越是不说话的样子 越是甚的人心里发慌 可面对事实如此的忽颜烈 明明畏惧的不行 却依旧死撑 动不动喊着 一兄别来无恙 她可是惦记得很啊 岳北义很不喜欢 别人当着她的面 亲近不该亲近的 你若还想活着离开京城 就把马车里的五小姐放了 深知老对手的脾性 是出了名的毒辣无常 为宝条小命的忽颜烈 转头进入马车 拉上遮阳闭幕的漫长 表示她对五小姐 还有一句话要说 只见当着妹妹的面 也毫不避讳 嘴巴贴近耳边 你可真是个有趣的美人 我们终有一天 还是会再见的 当姗姗来迟 有人撑腰的半夏 总算松了一口气 想必昨夜 她跟孤狼军团的小墨北王 发生了一些误会 既然眼下都说清楚了 她也该识相地离开 可放了墨北对手一马的岳北义 并不想放过夏夏一马 对于莫名其妙 她应该跟有权有势的太子严手 扳倒势力横生的金氏 才能有足够的把 岳北一抬手 就将夏夏揽入怀中 这里人多眼杂 或许找个没人的地方 你我二人 才能毫无顾虑地诉说心里话 不情愿被带走的半夏 喊着太子殿下还请自重 她如今是四皇子的端王妃 大伯哥这么纠缠不清 难道不怕遭受宰人的非议吗 这句突如其来的大伯哥 叫得岳北一心都伤透了 就算再怎么不想 对心爱的夏夏发脾气 也还是安耐不住怒呼 把这个臭脸语气不善 你最好给我好好说话 半夏看着甩脸子的臭男人 眼下正事为大 还是别惹他为何 既然都不想促成这桩婚事 不如你我二人联手吧 岳北一错愕失色 不敢相信 夏夏竟会反复无常到这种地步 但还是安耐不住开心 你终于肯跟我走进一步了 就算是为了达到 扳倒金氏的目的 他也心甘情愿 做背后默默支持的那个 决定联手的半夏 也不藏着掖着 金氏派来自杀他的人 恐怕动用了朝中势力 乃是绞川军须的私人佣兵 如果能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日后一定是太子 用来扳倒势力的绝好把柄 刚好随身保护的香烛 抓到了其中的漏网之鱼 就藏在乡下的某个铺子里 如果殿下想要提审 询问他这边随时都可以 听闻此事的岳北义 似乎预感到了一丝古怪之处 能动用绞川军须的人 一定大有来头 莫非是金老头 躲在暗中藏匿的私人佣兵 再加上他出城半月有余 暗查的秘密铸造货币一事 所有的线索 都指向金国公名下的各种商铺 想必其中 说不清到不明的关系 只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刻 才能看清孰是孰非 半夏还有一事相求 不知当讲不当讲 太子只要肯为他开一馆治病救人 他就无条件履行承诺 帮助调理天际楼老阁主的身体 至于清代跟岳北轩藏有私情一事 希望你能把他们的丑事散播出去 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岳北义明白其中深意 只要他们遭受万人所指 下下想要退清的几率 就会越容易 可这些都是男女之情的私事 他只能量力而行进最大的限度 帮助你渡过难关 只是金氏的背后 有金国公和金贵妃撑腰 你可知 此时闹起来所遭受的报复 远比想象中的要凶险得多 经过屡次危险境地的半夏 早就习惯了金氏的艰险歹计 但只要他意志足够坚定 就算争斗起来 万丈深渊又有何惧 岳北义盯着深谋远虑的下下 或许眼前的女人真的变了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才能让满眼都是光的小可爱 变成了两眼 无神处处防备的大女人 只不过 任凭你怎么防我 就算是为了达到目的利用 本王一直想要坦诚相待 渴望长相厮守的心 都从未变了 与太子联手的伴下 故意装风卖傻回到侯府 可恶毒金氏 竟为了喜倾嫌疑 自残身体为正 这边叛女儿归得要后 看着瑟瑟发抖的丫头 都心疼坏了 真不敢想象身边没人陪伴 被歹人掳走的一天 都经历了什么 一旁见机形势的金氏 也没料到小贱人的运气 竟会如此之好 按照乖女儿的说辞 一向跟大越国势不两立的小莫北王 怎么会大度地让他活着回来 再说 万一中途真的出了什么岔子 也不至于变成疯疯癫癫的鬼样子 难不成这个小贱人为了报仇 竟然跟老娘玩起了装疯卖傻的把戏 得到要后撑腰的办下 当然不会放过千载难逢的复仇机会 只见糊弄人的演技经验高超 一会儿喊着爹爹救武 一会儿大叫娘亲饶命 一直把女儿护在怀里的药后 总算听出了其中的端倪 为何受到如此惊吓 绝口不提遇袭一事 偏偏口口声声 祈求夫人放他一马 听出一有所指的金氏 赶忙撇清关系 装作无辜的样子 哀怨乖女儿 一定是把臣妾跟劫匪搞混 毕竟当时场面混乱 他情急之下 为了保护清代 也被劫匪打得遍体鳞伤 被花言巧语蒙蔽的药后 一时分不清楚 挑拨离间的苦肉计 还以为女儿一定是惊吓过度 才会说出无凭无据的无言乱 看着恶毒继母三言两语 就打消了爹爹的猜忌 半下也算小瞧了 不惜自残身体保全大局的毒妇 难道天赐良机揭露恶行的机会 就要错过了吗 他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让爹爹认清今世的虚伪嘴脸 而看清一切的祖母 并不打算轻易咽下这口气 果然什么时候糊涂到了 连轻生骨肉的话都不信 难不成头脑清醒的人 从不说话 一时伤了脑袋的乖孙女 倒成了满嘴无言乱语的人 就算所言难以分辨真假 可他在危急时刻喊的 却是爹爹救我 而不是娘亲饶命 被一语惊醒的药后 总觉得是有蹊跷 如此说来 女儿受伤之前 一定遇到了不可置信的场面 才会出于本能反应 一直重复着向她求救 但后半句 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不管说什么 她都不敢想象夫人 会做出伤害女儿的事情 此时为太子卖命的急语 慌忙冲到房中 说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话 奴才听殿下身边的探子传来消息 五小姐在半途遇到的人 跟寺庙之中的蒙面歹人 并非出自同义务 而是身穿军靴 刻意伪装成劫匪的神秘刺客 听闻此话的药后 脸色阴沉 不用猜放眼整个京城 有实力调动这些人的幕后黑手 除了她 她也找不出来第二个 背地里 她是阴险毒辣的腹黑金士 而人前却是慈祥有爱的绝好金 可凡是只要牵扯上了儿女私情 本打算为伴下名不平的药侯 也不惯着她 夫人你可知 金国公是何等风光 若真想在背地里做点什么 别说是一个侯爷的女儿 就算是当朝太子 她都敢杀 明显被怀疑的金士 急忙撇清关系 尽管她与金国公的关系 非比寻常 可涉及到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 您怎么可以随意揣测人心呢 更何况 仅凭此虚乌有的风吹草动 就笃定金国公是背后的主谋 未免也有些太可笑了 正当金士以为 此事可以到此为止 从此绝口不提的时候 看着老爷疑神疑鬼的嘴脸 就知道糊弄不过去了 于是装傻卖惨 歇斯底的哭喊 臣妾冤枉 要是你当真想让她为女儿陪葬 不如直接报官 大一灭清算 如此说辞 是要吼怎么都没想到的 她手里确实没有真凭实据 况且 夫人万一真的是无辜的 那冤枉了她 岂不含了儿女的心 罢了 既然大夫说 伴下受到的惊吓 可以用药膳调理到药道病毒 不如我们先行离开 也好 让她早些休息 可别耽误了三日之后的成人礼 等人走后 伴下觉得如此甚好 既可以点拨跌跌提防金士 又能借机打压她的事情 至于目前掌握的线索 还是等越北一调查清楚 再将此事揭发为狠 三日后 经此一遭的金士 变得愈发小心谨慎 眼看宫中权贵 都会在今日围聚一堂 为那个小剑人特意捧场 她就算不为别的 也得装腔做事 当着外人的面 维持好她的慈母形象 可本该是伴下的专场 不知所谓的青带 竟然穿得花枝招展 到处击眼羡美 就连勺药都瞧不惯 这么个绿茶婊 也难怪四皇子会看上她 果然都是骨子里坏透的人 简直跟我家人美 心还善得小姐没法比 本该是伴下的成人礼 却被心机表抢进了风头 而且还有一嘲讽 一脸麻子的妹妹 可要多磨点粉 不然吓到爹爹请来的 达官全贵 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听到这话的勺药 都快气死了 可还没为主子打抱不平 就被伴下拿起茶点 堵住了嘴 只听忍一时风平浪静 又何必为了争口舌之便 坏了日后的谋权大忌呢 正在此时盛装出席的 紫情郡主 带来了极其贵重的礼物 这可是花尽心思 才寻来的麒麟发簪 更是有辟邪静宝 逢兄化吉的寓意呢 伴下还是第一次见到 做工如此精美的头饰 既然是郡主的一番美意 那他就恭敬不如从命 看着爱不释手的样子 紫情只觉得 堂兄这个礼物是送对了 但如此大费周章 又故意叮嘱他 代为转交 莫不是堂兄 跟药侯小姐之间产生了误会 才拉不下脸面 卖了他一个人情 当伴下看着身后 拉帮结拜说话客套的 贵家千金 很势不解 一群视力眼的人 倒是来了不少 怎么唯独没见 上次跟他比秦义的丁霜呢 提及此事 紫情郡主就有说不完的话 只怪他秦义赴金 还被太子刻意提点 从那之后 就沦为了金圈小姐的笑柄 最后更是被孤立到 没人愿意搭理他 至于今日为何没露面 或许是觉得丢脸不敢见人 又或许被玉石爹爹 罚在房中关禁闭了 听闻此话的伴下总算明白 为何岳北义有权有势 却不愿正面插手 他跟四皇子定下的婚约 可这看似无关紧要的提点 竟会改变金城权贵 拉帮结派的手段 随着一声金国公道 看起来面善的夫妇 竟然无形中成了全场的焦点 只因数大招风 有权有势的人想拉拢他 有钱没权的人 也正强着攀附他 今时一看 为他撑腰的人来了 就连说话的语气都硬气了几分 女儿近日忙于筹备成年礼仕 竟无暇顾忌养育之恩的父母 可真是捡了芝麻 丢了孝道 半下看着虚伪嘴脸 这话不就是说给他听的 何真又想装好人筹办宴席 又暗示他别不知好点 可真是演了一出好戏 一箭双雕啊 明知还没撕破脸的祖母 一看是亲家来了 还请二位快快上座 不然稍有怠慢 就显得他这个老祖母 招待不周了 可盛情难缺的金国公 却并没有给什么好脸色 虽说没当着面 让人下不来台 却对邀请上座一世 置之不理 而是打量起那个 处处阻碍好事的半下 目不转睛 顶级绿茶女携手 痴情难暧昧全场 不料骂声一片 竟连自己的准妹夫都敢勾引 只因今日乃是半下的成年礼 就连势力独霸一方的金国公 都得赏脸前来 当看到平平无奇的丑丫头 也敢跟自己的女儿斗 金国公履了履无须 过了今日 你可就是大姑娘 莫要再为提不上嘴的小事 给你娘亲惹了不必要的麻烦 半下当着众位大臣的面 恭恭敬敬 给外祖复行了一个大礼 意味深长 暗想惹麻烦到不至于 因为他会直接手撕假面 彻底毁了金氏 然而 还未发生的大戏 也才刚刚开始 碍于脸面 不得不给未婚妻送领的端王妃这个老脸 子晴君主善意提醒此人并非良配 不然又怎会遇到劫匪 只就走清代艺人 听着此事已经传开的半下 刚开始竟对岳北宣祝他复仇一事 心存幻想 眼下看来 他真是傻得离谱 选择岳北义 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看着一言不发的女人受尽了委屈 子晴君主都想为他打抱不平 凭什么被抛弃的人是你 处处考虑给他留脸面的人还是你 半下微微一笑 那又如何 对待本就不喜欢的人 无关甘不甘心 更不存在要死要活 全都只是为了演戏吧 君主这才反应 他考虑得比自己还要通透 一瞬间 犹如醍醐灌顶 知音难寻 不情愿送上鹤里的岳北宣 满是不愿 免为其难收理的半下 会气得不行 看着互相厌烦的人 竟然连装都懒得装了 莫非真如传闻所说 端王根本无异于他 而转眼挽住 胳膊宣誓主权的清代 丝毫不避嫌 看着王爷一脸憋屈 怎么连这点小事 也能放在眼里 岳北宣看见清清 便忘乎所以 本王好气 不能快点毁了婚约 把你娶到怀里 殊不知辣眼睛的一幕 在外人的眼里 攀比不知羞耻的女人 攀上了准妹夫的高知 不过也难怪如此明目张胆 毕竟一个有容贵妃 撑腰嚣张惯了 一个又有金国公荡靠山 又有何事可惧 听到议论纷纷的金氏 猛然一顿 慌忙拉开女儿成何体统 就算非要打情骂俏 也要顾忌侯府的脸面 不然只会引火烧身 惹出麻烦 可只顾着开刀女儿的金氏 怎么都想不到 会被当众司的体无完肤 只见跟着要后上台行礼的伴下 已经开始了复仇大计 猛然一阵急促的叫声传来 她眉土养年霜的脸 怎么突然起痒无比 莫不是女儿一日为土母亲 送的秘制护肤霜 就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看着台下惊呼声一片 惊是心想糟了 瞬间慌乱的面目争鸣 难不成小贱人竟敢不计后果 当众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吗 伴下撕掉人皮面具 竟让全场惊掉了下巴 更把梅子初看待的直呼 小村姑摇身一变成了小仙女 当要喉听到女儿的脸起痒无比 还以为是中了毒 起料 这都是伴下手撕恶毒妓母的手段 不得不做 而唯恐形式败露的金氏谎称女儿 只怕是脸急复发 想必只怪腐衣 给配的美颜双成分不均 才导致一日不用 竟会起痒无比到如此地步 可伴下沉默了片刻 直接撕掉了 额眼真容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 这下他倒要看看 外事做尽的毒妇 还有何话可说 此时金氏的脸发仗到通红 也想不通 小剑人是如何得知 这个天衣无缝的秘 他明明极端到从小算计 为何终究还是走错了一步棋 可金氏的黯然伤神 换来的却是全场惊呼 在一堵真容的那一瞬 此情郡主 看着天资绝色的伴想 诧异他竟然美得堪比 大越国榜上第一的美人 还要出色 而不动声色猛然出神的傻袍子 被突如其来的容貌 惊得陷入了深思 难怪小俊也喊着小村姑 变成了小仙女 就以眼下妹妹的姿色说 他美到极致都不为过 就连出镜风头的清代 即便是处处看小剑人不爽 也在这一刻捏紧拳头 心酸道 他怎么可以美得这么让人讨厌 可比起吃醋 清代更不甘心 口口声声说爱他的男人 竟也被小剑人迷得惊恶失色 不能自已 缓过神的药侯 不知为何 竟从未有过这种着迷 看着眼前的丫头欲言又止 感叹这模样 居然可以跟月双长得如此相像 真不愧及王妻的所有美貌与一身 老夫可甚是无比欣慰啊 他是迷倒万千美男 反被药后拿下的故人王妻 可如今 就连天资绝色的亲生女儿 都因美貌屡次涉嫌 谁也没想到 为了争风吃醋的季母 竟在伴下幼年之时 就已经开始了处心积虑的算计 更连心生疑虑的药后 不惜当众撕破脸皮 也要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而看着哑口无言的毒妇 办下还嫌此事闹得不够大 故意激怒母亲 竟然为了欺骗她 十数年都未曾告知此事 难道不应该当众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然而令她没想到 已经慌乱阵脚的金氏 差一点就原形毕露 奈何江还是老的辣 金国公夫人 当即为女儿开脱 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吧 贤婿跟孙女 又为何苦苦相逼呢 要不是这丫头 生得堪比死去的月霜 还要出众 也无需她女儿 从小遮挡容貌为丫头 躲过了无望之灾 怎么到头来 非但没受到一丝感激之意 反而还身为丈夫 却公然不顾脸面赤裸裸指责呢 得到母亲提点的金氏大彻大悟 当即颠倒黑白 妾身可谓了女儿 可是用心良苦 毕竟如此美貌 万一被心怀歹意之人 亏计已久 恐怕也会像当年的月霜 含恶耳装 当伴下听到甜不知耻的金氏一家 让他们血债血偿都不为过 但他此时所有的不甘 都只能选择迎刃 既然母亲说是误会 那就一定是误会 不如爹爹容此事稍后再议 反正女儿 也不用一年遭一次无望之灾了 可面对董事的女儿 要后却大吃了一斤 差一什么一年一次 又是什么无望之灾 为何老夫从来都没听你提起 就是重提的半下 自知恶毒济辱太难对付 于是就连乡下遇袭的陈年旧事 一起拿到台面上诉说 难道爹爹竟全然不知 女儿在乡下的所欲所为吗 记得母亲可是对她格外关心 还说要让爹爹为她出头呢 也难怪每年不是被毒蛇咬 就是突发奇及卧床大半年 而且每次都恰好赶上 母亲回家探望的日子 对她可是无微不至照顾得很啊 话音刚落 在场宾客议论纷纷 不难听出话中有话蹊跷得很 就连涉事未深的子晴郡主 都不相信 世上竟能有这么凑巧的鬼事 也正是此时 摆明了故意被针对的金氏 快要被逼得发了疯 面目争獰怀疑 这个小贱人屡次挑事 就是为了彻底搞垮她 而却有此意的扮下 总算松了一口气 既然恶毒继母 已经被挑拨得坐立难安 想必接下来的计策 也可以照常进行 就不幸撕不烂她的虚伪嘴脸 金国公叱咤朝堂 却扇了女儿一巴掌 怒喝区区丫头 就把你逼迫至此 还有和脸面说是 光宗耀祖的金家血脉 而纷争不断的起因 正是首次恶毒继母的扮下 一手掀起的腥风血雨 一副柔弱腔态 诉说母亲怎可如此动怒 莫非是心中有鬼 金氏面色猙獰 目光寻遍全场 竟成了千夫所指 还遭人非议的唾弃对象 一边瞧着 装可怜的扮下 心疼她可真是受苦了 一边指责性情大变的金氏 暴露得错不及防 明明是母慈子孝的 要侯府风光无限 怎么一时之间 成了拉仇恨的吃瓜现场 此刻的要侯彻怒了 宁愿摒弃所有 也要护女儿的周全 可老夫怎么从来都没听 唐叔一家说过你落水之事 莫非其中还藏有 外人不知的隐情啊 眼看小贱人就要说出一切 这让始作俑者的主谋 如坐针毡 可越是听着满唐兵客 飞翼不断 清代就越要用眼神威胁 你只要有胆说出事实真相 日后在侯府的日子 就更别想好过 办下演戏一决 干脆支支吾吾 装作她不敢说 如此情境 不知情的韶药 无故阻拦跪地痛哭 甚至就算丢掉性命 也要说出 争强好胜的清代 手推小姐落水 竟害得她大病不起 差点就命丧于此了 金国公眉头紧锁 不由地怀疑 女儿都背着她在外面 干了些什么恶毒之事 竟能让一个奴才搭上性命 也要为主子说出一切 而此时 害怕事情败露的清代 面目扭曲 大骂你一个死奴才 可真是卑贱至极 要敢再多插一句嘴 信不信老娘亲手撕烂你的脸 奇料被逼几眼的清代原形毕露 只听一阵唏嘘嘲讽 她可真能装了 就连被爱情蒙蔽双眼的四皇子 也惊恶失色 不可思议 她怎么变得如此刁蛮跋扈 不愿再多说一句的饶药 只求侯爷能替命苦的小姐做主 如果奴才真的大逆不到 成了以下犯上之人 她也心甘情愿 接受您的一切处罚